恢復單向通車 那目前喔 目前下雨已經稍微緩和一點 但今天明天都還會豪大雨 所以我想請各單位那麼 所有的這個各單位都要注意包括區公所 那災情掌握跟一些救災的準備仍然要做 那尤其是有些 在建工程 那因為豪大雨的關係 那是否受到損害 那市區淹水路段 也要藉由這一次機會看得到 哪些地方排水能力不足 那也要讓我們整體的排水計畫 後續的工程知道怎麼進行 那所以水務局公務局跟區公所 仍然要針對這一次淹水的地區 要把它全部記錄下來 好非常謝謝市長 我想剛剛市長說明的非常清楚 那我也希望我們各局處的首長 一定要大家一起在這個時候趕快 掌握這個狀況 能夠來做一個妥善的處置 那我再請教一下市長 這個那山區呢 山區目前有沒有掌握到這個 一些災情或者是有什麼狀況 這一次下大雨是在市區 是 復興比較沒下雨 比較沒有下雨 大溪復興比較沒下雨 昨天我在復興天氣也非常好 我想這個大概都是都會區 對這次下雨在都會區 好那我就開始我今天的 各位請坐 那我就開始我今天的這個議題 我想這個復興區啊 位於我們這個桃園市的東南雨 我想是一個 非常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我跟楊朝偉議員也一直不斷的 我們也常常針對我們復興區的各項的這個 特別是觀光產業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一直不斷的討論 甚至我跟曹偉在上個禮拜上上的禮拜 也特別特別的走訪坐船 從阿姆坪 然後再到我們的什麽水庫 再到我們的仙島 再到我們的這個對面的這個 長新跟葵葵部落了 我們這個想說去看一看 到底因為現在 很多的復興的一些復興區的一些建設 也一直在不斷的在開始 特別特別 在我們的溪口的地方呢 他這個有一個人家講是說天梯啦 我知道市長應該也很清楚 那我想這個議題我想我跟曹偉都一直非常的關注 那我現在就先請楊議員 先有一些這個 這個有關於觀光的議題來救救市長 好謝謝 市長我想 新溪口吊橋是最近詢問度非常高的 非常夯的 那剛剛我們上禮拜 我想我跟蘇志祥議員也特別親自去看過 那看到他們的進度應該在七八月就完工了 完工以後將來可能會取代目前屏東的 所謂的琉璃吊橋 這條比較長 他那個是262我們這是303 那我們去看過以後發現說 這是成為我們一個新亮點 將來我們未來可以帶來我們人潮 帶來商機 我們地方非常樂見 那問題就來了 現在第一個 觀光旅遊局 這個要不要收費 如何收費 如果不收費 怎麼樣管制人口 因為這非常危險 因為這有所謂的 人數的出路的問題 第二個 他未來啊 腳板上可以可以可以下遊客 那遊客下到那個溪口吊橋的路口 將近要半個小時 那這部分 一般的人應該可以走 但是老人家可不可以走 我們有沒有長期來做規劃 第二個 第三個是 我們車停到腳板山 我們將來 車會可能到 所謂的上溪口的部分 那我們將來未來 我們觀光旅遊局 針對於我們的腳板山 針對於我們羅浮地區 針對我們上溪口下溪口的部分 有沒有做整體的亮點規劃 好這是你的部分 農業局 那將來未來上溪口下溪口的部分 人潮多了以後 預計大概 一個月 大概有十萬人出入的部分 我們將來有沒有針對原住民 所謂的 他們的所謂的農政產品的 市集的規劃 這個你也應該要做 第三個 那個原住民族行政局 屏東的吊橋是琉璃吊橋 他將琉璃的文化 融入在吊橋上面 我們 復興鄉是泰亞文化 我們有沒有想過 將泰亞文化融入到我們的吊橋裡面 這是這裡的部分 交通局 我剛特別提到 車子開來所謂的腳板山 遊客下來以後 可能會開到溪口去等客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上溪口的停車場 準備好了沒有 那將來我們有沒有接駁車 所以說在在的這些問題 市長 所以剛剛我們剛剛講的是隨便 我是隨便講了一個 幾個問題 就包括了農業局 我們原住民族行政局 包括交通局 包括管理局的部分 我光隨便這樣講一下 就那麼多的問題了 所以說我想問一下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市長你可說明一下 OK 那個溪口吊橋要有收費機制 請觀光旅遊局 跟附近區公所討論以後來確定 那配套包括停車 包括動線 那這個確實有不足 所以我下個禮拜要去現場看 那也請議員來參與 好的 那我想市長 這是我們的新亮點 剛剛特別提到 特色不足的部分 他原本設計的部分 因為那個他那邊用山川流離 那這邊其實 我們的意向可以再增加 那這部分我想 還是請原民局 所以說 所以說剛剛我講的市長 這就是所謂的跨局處 很多局處都可以幫忙協助的 我們既然已經 附近區公所已經花錢下去了 我覺得 我們非常支持 但是錢花下去 我們錢要用在刀口上面 然後把它的產生 這是一個很 產值要創造出來 我是怕到時候 沒有現前的規劃 到最後 車停下去的時候 又是塞車 又造成民怨 我想這部分 希望我們業務單位 好好的 做個串聯一下 橫向聯繫 這是第一個 我跟妳提的 這是有關於 陸陸的部分 實際上那天我們上山 我們是坐船的 我們坐船的 所以說 我們跟蘇智強議員 提的 藍色公路的部分 這部分也希望我們 業務單位跟北水局 接洽一下 我們車可以停在石門水庫 我們可以停在阿姆坪 我們可以坐船 坐船可以坐到溪口去 直接上那個 上那個碼頭的話 直接 到我們溪口吊橋去 所以這也是一個捷徑 所以說 我們水路 我們希望能夠並行 來推動我們觀光產業 我不知道這部分是 需要兩個單位 來跟北水局接洽 那邊要新設一個 所謂的溪口碼頭 我不知道這部分 這個是管理局的業務 如果要請原民局協助 簡單的講我們現在的 那個跨域亮點計劃 是做到西州 佳安 跟石門水庫 那 小烏來跟羅浮有風景區 你現在講的是羅馬公路這一線 這一線以前是有藍色公路 以前是有那個 遊艇可以來 來過去 那以前那邊有個吊橋 那後來因為台風的關係 就 斷掉了 那這部分 我認為重新發展 這種 水運的方式 應該是一個方向 好的 我請那個觀光旅遊局 簡單說明講 我特別再一次強調一下 新溪口吊橋 是我們地方未來的一個商機 那我們也希望將我們的文化一些產業 融入在裡面 所以剛剛我特別提的 我們不光是走陸陸而已 實際上我們水陸也可以走 水陸兩用 我想也非常好 我有去走過我知道 那未來我想 15分鐘就可以到了 未來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我想說對於我們觀光產業的部分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那邊比較缺碼頭 我們這邊有兩個碼頭 所以如果走那個羅馬線 大概兩個小時 如果走水路應該20分鐘 20分鐘就到 所以說非常 這是一個非常 快的捷徑 好謝謝 好 非常謝謝 曹委議員 我想剛剛他點了幾個問題 確實是就是現在 目前正在遭遇到的狀況 因為 復興區公所我也問過 他們當然也很努力 也非常認真 但是呢 我很怕 因為他現在 因為他自己在規劃 因為這個所有的這個 漆口吊橋 他們在處理 所以說很多的事情可能是 他有的 沒辦法去處理 比如說 剛剛講停車的問題 比如說在地的 如果說我們遊客 真的來了之後 人 人真的來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去承接那麼多的 這樣的一個遊客 光是一個附地 就是 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想說這個是需要我們 市府 我們各個 居住室 我希望來做一個 由市長這邊 來做一個整體規劃 當然我也知道 市長 你這個一定會排出一個時間 會現場去看 到時候我們 我們一定要去 現場去看 因為 下溪口的 這個部落 他們的這個 居民都跟我反映 到現在 他裡面的硬體設備 都還沒有在處理 所以說未來 這個很可怕的 萬一他這邊貿然的 落成 啟用了以後 那人 不光是只有來來回回 他怎麼樣 我們讓他導入到 去到部落做一個 深入的去 這個 旅遊或者是 去了解 部落 然後呢 要怎麼去接駁 這些 這些問題 我希望說 我們這個市府這邊 一定要非常的重視 好不好 好 停車 動線 還有這個接駁 還有這個 輕旅遊的設計 這個都要請 觀光旅遊局 我們來開一個 跨局處會議 那第二部分 就是說 我剛剛講一半 就是說 這個吊橋 需要有泰雅的文化意向 加進來 因為 我有看過周邊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 這個吊橋 應該要再加上一些特色 才能夠 吊橋本身三百多公尺 很漂亮 那這個特色 應該再加上來 我想 下禮拜 我們會去勘察 我會把各局處 全部帶 觀光旅遊局 交通局 農業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 文化局 一起來參加 那希望能夠把周邊 沒有做的 把它一個一個 把它做完 那這個吊橋 其實應該年底前 會啟用 所以收費機制 要先 預先安排好 甚至未來 我想那個吊橋 如果說我們再裝個 裝設個 LED的 這樣的一個設備的話 你看這個晚上 多麼漂亮 就是人家所說的這個 情人橋就跟 大溪舊橋 光雕一樣 這個泰雅要不要用光雕 我們來研究一下 入口異鄉 跟吊橋 好再請市長 這個在 下星期我們安排現場來看 那再請議員來參加 所以說剛剛市長也非常了解 所以 從這裡 我這邊講說打造藍色的 河岸 河岸 這個公路 然後提升觀光產業申請 所以你也去過嘛 對不對 從阿姆坪直接坐船去 那個長新那邊 對不對 長新那邊沒有碼頭 我是爬上去的 用爬的 但是所以 我們也要跟 這個 北水池 我們來看看 那個 幾個地方 像 長新 回徽 還有西口 還有這個 仙島 那邊都應該要設置一些碼頭 然後 讓我們能夠方便上去 如果能夠有簡易碼頭 或一個主要碼頭 我覺得這條藍色公路是 不然的話市長 我們從 我們從阿姆坪大溪 要到長新 我們通常都是走哪裡 局長 我們通常是走哪裡 我們走羅馬公路 除了走羅馬公路呢 我們要坐船 我們要從關西 我們是從關西 馬五都那邊進去 馬五都進去的 那個一進去 開車都要兩個小時以上 剛剛你知道 你說 如果坐船 二十分鐘就到了 對不對 以前 這個我們這個地方 也有 也有船 也有船 這個我上次在 通過報告 我也不想過 但是後來後來 那個船也不見了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管理局這邊 拜託我們局長 去了解一下 看看怎麼樣來 再來把這個 把它這個 重新的在 是不是我們 這個船用租的 還是怎麼樣的方式 也讓我們 當地的居民 可以怎麼樣 很方便的進出 因為 從長新 回徽 跟那個仙島 要到我們大溪啊 要兩個小時 開車啊 如果說我們有船 像巴黎 碼頭一樣 像巴黎這樣子 可以載車 可以載 摩托車 可以載人的話 我相信這個時間 人力物力 都會減少很多 好不好 這個部分 再請我們 這個市府 這邊做一個 整體規劃 好不好 好 謝謝志強議員的質詢 因為我看羅馬公路 這一線的觀光 現在的主要問題 還是交通 是 因為以前有藍色公路 這幾年沒落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比較便捷的方式 我想觀光旅遊局 還是要跟北水局商量 這邊的碼頭要如何設置起來 拜託我們市長 那我想我 我下一個議題 特別特別的在這邊來 就教於我們市長 我想這個是 建造原民特色的住宅 營造優質的原民環境 我想這個部分 我要就教於市長 就是有關於社會住宅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 本來 我們聽到的是說 我們 原住民的 這個部分 我們是會打造一個 這個原住民的 這個社會住宅 但是後來 我知道你在你的 這個 這個 市府的市政會議上面 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後來 又變成 就是說 只有10%的一個 這個原住民的 這個 社會住宅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 當然你們是說混激的方式 用混激的方式 你認為說 可以提升 我們原住民的競爭力 當然這個我也不反對 但是實際上 其實你做一個真正的 這個原住民的住宅 不管在文化的建設上面 或者是 在管理上 我覺得最重要是管理的部分 如果說 就算是原住民住宅 如果我們管理的好 管理的宜 說不定在 在我們都會區裡面 也說不定也可以 創造出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優質的一個社區 譬如講 我講說我們 大潭新村的這些人 他們如果說 你說只有10% 讓他們去進駐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讓他們去承租 結果呢 他們應該是不會過去 為什麼 他們已經習慣 部落的這種 群聚的這樣的一個 生活的模式 所以說我希望 這個部分 我希望我們市長 再做一個 通盤的考量 好不好 通盤的考量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 我們應該可以打造一個 好不好 打造一個 我們原住民的 社會住宅 好不好 我跟議員說明 這個問題怎麼處理 原民的生活領域裡面 確實是原住民專屬住宅 或以原住民為主 包括我們部落重建 那都會區是混居沒有錯 他按照住宅法 有一定的保障 那現在講的是 大潭 要專案處理 因為大潭他有 牽涉到部落傳統 對 那他是整個部落被牽出來 所以我認為大潭 是要專案處理 如果大潭興建 原住民的社會住宅 是要符合原來的 部落文化的特性 所以我也看了 我是把它分的 不同的處理方式 這個之前我也看了 這個 我們原民做的一個 就是有關於卡拉社的 一個紀錄片 我後來有把市長的這個 講話的部分 把它加上去 我覺得 大潭可以專案處理的原因 是說 他原來這部落 是整個被牽出來 因此 部落重建的原則 是 可以專屬 就跟那個土石流的 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希望 市長就是要這樣的一個 考量 但是都會區現在確實有點爭議性 就是說 議員當然意見有點不一致 不過因為住宅法是規定要混居 所以那個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商量 不過 您講的大潭的狀況 我覺得那個是部落重建 好 那謝謝市長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做一個 通盤的這個考量 那接下來我想這個 再就教育市長 就是有關於 現在我們 圓民局 轄下 有一個叫做 山林守護隊 山林守護隊 他呢 他這個隊 這個本來是從 96年到100年 他們本來是禁用200個人 他們最主要的 這個 工作是什麼 就是服役造林 就是 在山區 就是盡量的去種樹 然後呢 盡量的把我們的 這些林業呢 把它服役起來 甚至呢 做一個什麼 就是做一些 比如說 水溝的清理啊 還有這個崩塌地的調查等等 原來在96年到100年的時候 他們進入20個人 但是呢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88風災的關係 很多的這個南部受到重創 所以這個都是 全部都是中央款 那 後來因為南部發生 這個重大的這個災情 所以 很多的經費都往南部去了 所以 從101年開始 101年開始 就進入 只有20個人 那102年也是20個人 一直到 105年 今年 變成了只有10位而已 但是呢 他們的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是什麼 在保護我們 大台北 甚至桃園地區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水池的保護 因為他們一直都在種樹 每一年我知道 每一年的這個 時速節 我們圓民局也會 安排我們的這個 縣市首長 要到我們 負心去去做 這個 植樹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宣示 所以我希望說 因為他們這些都是 中央款 中央款 也沒有多少錢 大概 這個像今年 大概只有300多萬而已 所以這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 任務 我希望 我們是不是 我們能夠 我們 我們圓民局這裡 編列一些 我們自己的 配合款 或者是我們市府 多編一點 我們最起碼 也要禁用到20個人以上 因為你10個人 你撒到這個 山上 根本看不到嘛 因為 負心區那麼 你也知道那麼 遼闊 對不對 這個怎麼怎麼去處理 所以他們現在 10個人 幾乎沒辦法做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 請農業局也好 我們請我們的 圓民局也好 是不是 由我們市府這邊來 編列一些 相關的預算 能夠 來做一個 從事 這個 讓我們的生態 能夠永續 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 好的事情 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市長 能夠重視一下 謝謝蘇智強議員 這個我的 印象中 好像林務局有一個 專案計劃委託 那 不管林務局或水保局的預算 那個三菱守護隊很重要 那這裡面有分作 專責的那個巡守人員 跟志工兩種 那我想這個工作應該是蠻重要的 我請農業局跟 原住民族行政局 還有水保局 三個單位針對 負心區 三菱守護隊的這些預算 包括志工的編制 我們重新看中央款多少 那地方是不是要 編列相關的經費 讓這個隊伍可以起來 那因為這個區域蠻廣的 因為你有一個很好的政策 因為你知道 今年 今年度開始 禁法補償 我們禁法補償 對不對 你都敢說 好我們就是 跟中央一樣 我們對等編列 我們他們補助2萬 我們也補助2萬 這個隊伍 對不對 這個隊伍 我想中央最多是給錢 所以我想改成由我們這個 我們市政府來主導 這個三菱守護隊 應該比較好 那我也希望說有空的時候 我們再請圓民局局長 邀請一下我們市長 親自的 到他們去 他們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 他們除了除草種樹 真的是非常辛苦 而且真的是很有意義 後來他現在你看 從96年到現在 將近10年的時間 我們種了多少多少 公頃的樹 非常大面積的樹 這都是保護我們的水源 這應該是 造林獎勵加上那個 山林保護 我請那個 原民局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在民國 愛立風災的時候 我們這邊 復興區有一個 特別條例 所以當時為了 為了 那個 重建的工作 山林重建的工作 所以說那時候 中央是給我們100個名額 所以說這個階段性已經完成之後 他 剛開始給我們20位 因為現在 目前的經費 是在我們 沒有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這個 會後 我想這個 剛剛市長已經 宣示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這個 我們希望就是我們自己 市府也編列一些 這個跟農業局 看看怎麼編列 我們盡量多 盡用 我們把這個業務 那個讓市府來協調來主導 好不好 接下來 這個 我想這幾天 我上個禮拜會特別到 我們 葵徽 葵徽這個部落 葵徽這個地方 這個以前的這個 卡蘇納 這個小學 這個 現在是 所謂的 獵人學校 我不知道 市長有沒有去過 這個是上次那個 卡蘇納部落 那個安置的地方 對對對對 現在 因為他現在是 已經 廢校了 但是 我們現在教育局 把他這個 轉型為 我們這個 泰雅的一個獵人學校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是 非常非常的好的一個地方 而且那邊的部落也非常高度的 這個 配合 希望說 把這個能夠打造一個能夠傳承我們 泰雅優質文化的一個地方 就是類似像 比舊國團 還要 在 這個進步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地方 所以 但是我去看 這個 裡面 真的是 滿目 有一點 不要說 滿目瘡疑 但是 裡面的設備 真的是 不行 包括 他的裡面的校舍的 這個 教室 或者是 他的這個 部落 廚房也好 還有他要給人家住的地方 都非常的差 都非常的差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我們教育局這裡 這個可以把它 再做一個規劃 做什麼樣的一個規劃呢 未來我們可以請我們所有桃園市的 桃園市的各個 國中小學 或者高中 他們利用他們的寒暑假 他們可以去體驗 因為 也不要跑那麼遠 就直接到我們 復興区 卡索諾 這個地方 你去體驗一下 去做個三天兩夜的 這樣一個露營也好 或者是去做一個 泰雅族的這個體驗 你看旁邊 他們的設施都已經弄得很好 有做陷阱的啦 也有射箭的啦 也有這個 這個 竹筒飯的啦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希望說 我們教育局這裡 我們可以規劃嘛 會規劃成這個 這個寒暑假的暑期的活動 讓我們這個在都會區的這些 小朋友們 多多的到山上去 做這樣的一個體驗 我想這個 跟一座報告 對 跟一座報告 這個獵人學校我們過去 就是有規劃是 在學期中是遊學中心 是 然後寒暑假的話會有夏令營 那目前我們已經提供 魁灰國小 讓他能夠在 的獵人學校有裝置熱水器 就是因應未來我們開辦了 寒暑假的這個 夏令營或東令營的時候做一個準備 對 但是 目前 還差很 還差很遠喔 因為我去現場看真的是 還是不行好不好 我跟蘇智翔議員說明一下 是 他原來是魁灰國小的 格蘇諾分校 對 那他這個獵人學校現在廢紙 原來那個 那個格蘇諾部落的 吐司 受災戶安置在這邊 現在也結束了 我看這個議題喔 應該是 你上次有勘察過 對 那我覺得他應該發展成為 泰雅文化的一個體驗營區 那我請教育局喔 我覺得這個放在魁灰國小底下喔 這個 不是一個 長期經營的方式 讓他能夠成為一個 專責的單位 是 有人有預算 把它變成是一個體驗營區 可以做 我們的學生 的這個 戶外教學也好 短期體驗也好 也可以開放給一般市民去體驗 要不然這個基地喔 你現在讓魁灰國小 當作一個分校管理的話 我覺得使用率會偏低 那這一點我想請 教育局跟這個 包括圓民局喔 可以把它當作是 泰雅文化的體驗基地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 效益會比較高一點 我想非常謝謝市長 我想市長你看 你一下就看出問題的所在 確實喔 因為他現在是在魁灰國小底下 所以魁灰國小人也沒有 經費也沒有 所以他有時候他跟教育局來提報 申請相關的經費 但是呢 因為教育局可能 也是這個 經費也有限 所以你把這個位階提升是對的 讓他是在 教育局底下的話 我相信這個地方 應該未來會越來越好 像我們部落大學一樣 這個機制跟部落大學是一樣的 那部落大學呢 他是有人 但是沒有地方 對不對 部落大學那麼多的 這個主義老師 那麼多的這個 都是誰 都是校長在兼任 那這個地方是有地方 但是他沒有專責的人 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我們教育局這裡 一定要審慎的 好好的去規劃一下 這個我們專案處理他的 未來的定位 那他體驗其實包括 獵人文化 部落廚房 泰雅的工藝 泰雅的音樂 舞蹈等等 他體驗的範圍可能很廣 我覺得這個部分 除非不做 要做就是要把它成為一個專責單位 好 非常謝謝 我想這個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 市長的指示 來努力 好接下來 再一個議題 就是有關於部落 目前 這個市長你也特別有去到三光去走一趟 部落的基礎建設要完成 帶動在地產業的這個蓬勃發展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我之前我也走了一趟 我剛好從三光 這個 開車啊 從這個我們的 最後的部落 這個沙倫子部落 然後往 新竹堅持的方向 結果我在 往堅持的方向 我光是那條路 大概也是 大概是我從我們 後山 到前山 這樣的一個距離 我就發現他們有兩座 這樣的一個 崗古的橋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又進去看了一下 他到底是誰 誰這個 給的錢 一看 是我們 觀光局 跟我們 圓民會 還有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是比較少一點 他們 這個大概九千多萬 所以說我這樣一看 我就想到了 我們三光 三光 這個大橋 那個因為上次市長 你也特別特別的去看 我想這個是因為 三光 三光里 他是被這個 一個河岸 隔成兩個地方 從這個部落 從這個沙倫子 武道能桿部落 要走到 爺亨部落 又要繞 從這個要繞到高益 又要繞到華林 再繞到這個爺亨 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實在是我覺得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 我希望 大大市長你也看 對 你去你也親自看 那三光大橋 我希望是說 我們這個進度 當然 我知道是有進度 那目前進度在哪裡 這個我們 我們請那個 局長你回答一下 報告譯說 目前的進度 我們現在進行規劃當中 今年的規劃就會完成 前一陣子 延民會說 當我們規劃完成之後 會將這樣的預算送到延民會 他會 做 做一些補助 好 那就 拜託市長 因為我想我們 在中央也不是沒有人 當時我們的 局長 我們現在也是立委 那我們未來我們希望說 他去多爭取一下 如果說規劃好的時候 但是這個旗程我希望我們能夠掌握 因為這個是 市長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 這個對於我們 三光 這個 這個裏民的一個 最大的承諾 所以我希望 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差不多八月份 就會完成前期規劃 因為我們也要趕著 延民會的 預算編列 我想說 已趕得及 今年預算編列 為原則 那 因為這個三光大橋 對整個部落交通 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 也是觀光亮點 那我想這個 我會結合 原住民級的立委 跟延民會溝通 盡可能 爭取到最高的補助 到現在也還沒有 也暫不合定 對不對 現在是這樣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錢 我們當然我們還要去努力去跟 那個 園民會去爭取 但是呢 不要說只有剩下一個羅浮地區啦 因為 我問過那個顧問公司 他說 溫泉的這個 資源的這個 運場 是 也亨 比 羅浮 還要再豐沛 因為 羅浮的這個溫泉 你可能要打到1000米 結果打到1000米的時候呢 那個已經不是 溫泉水啦 那個是地下熱水啦 喔 那我們這個 爺亨溫泉呢 他打到500米 他的水量就 就馬上就探測的出來 所以說像這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不要說只有 只有一個 當然 未來好像公所是說 溫泉這個部分 就全錢交給我們 市政府來主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局長 沒有錯 我來說明一下 請梁局長跟林局長說明 原民會有把 羅浮溫泉跟 椰亨溫泉 列為 原住民的兩個 溫泉發展區 他是兩個都有列啦 但是要分期開發 那目前 目前 當然我了解說像 日據時代那個 椰亨溫泉 以前 甚至是路頭的溫泉 以前叫軍官溫泉 所以那邊也 確實是一個 溫泉資源很豐沛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現在 開發溫泉產業 我們非常謹慎的處理 包括 水保跟生態的問題 所以我們開發的過程當中 公共溫泉井 包括污水處理廠的設備 這都要同時要完成 所以才會第一期 先開發羅浮 那當然如果說 有開發的經驗之後 椰亨也是可以按照 原民會的計劃來開發 那這一點我請 楊局長稍微補充一下 整個開發的進度 沒關係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親自有去跟楊局長拜會過 因為現在就是說 公所他現在 就整個 案子他都把 因為 在這工程執行能力的問題 對對對 整個 整個就回到我們管理局來執行 對對對 所以說我說 如果是從我們管理局這邊的話 我們比較可以掌握啦 如果是公所的話 可能 他們怎麼 我們又要 因為公所的公務局 跟 公務客跟農金客 他有很多那個 一般的道路工程要做 所以說希望 再來做這些工程 能力可能 時間上也不太夠 如果交給我們市政府 那就應該OK啦 沒有什麼問題 那拜託我們管理局好不好 這個部分 也把它掌握一下 好不好 好 最後 我想最後 我這邊 把最後一個議題 特別就教於我們市長 因為這個 這個地方 是我跟王副市長也親自走過 這個是水路 這個是從什麼水庫過去 結果你看 前幾天 特別特別有一個 這個魁魁伊林部落的居民 LINE給我 他說一座 你看看這個地方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部落 我們要走水路 但是走水路呢 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把那個漂流木 把它攔起來的這個地方 你看他們就要過這個 然後才到他的部落裡面 所以說這個魁魁伊林部落 我希望說 這個 我們圓民局這裡 當然我知道圓民局也有進度 那現在也是在規劃的階段 對不對 現在是在做期中報告的階段 那我希望你期末報告的 這個時程 把它提前一點 然後呢 我們來跟中央來爭取預算 因為50年來沒有辦法回家的路 這個是一個 我可以說是 這個真的是 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希望 在我們市長任內 我們能夠好好把這件事情來做一個處理好不好 我請圓民局 這個 這個研議好以後 專案爭取預算 好不好 請您局長說明一下 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現在做 規劃 我們 做橋樑跟道路都做雙 雙方面的去做評估 如果說 如果說要做 做橋的話 我們一定是 最起碼的小客車的部分 比照我們 八八風災在南部手做他可以 可以用小車過氣的部分 我想說這部分 局長我要特別提醒 你說要從陸陸 你說要做橋 這個說實在的 我們已經 已經努力了十幾年 因為卡在這個 北水級 他絕對不會肯 然後再加上 又要環境 環境影響評估 這些綠色聯盟 這些 都是困難 我這邊再報告 當初做橋的時候 環坪的部分都已經完成 目前就是 公所在 對岸的 碼頭 那個橋墩的部分 沒辦法處理而已 所以說 如果說雙 我們兩個方案都做 將來 因為 將來就在 購地的部分 我們會全力的去 如果說是要 做橋樑的話 我們購度 因為購地的部分 我們會 全力去 去跟我們地主 去做協商 因為 現在 購地都是要以實價登陸的 那目前 那目前你現在 那個陸陸的部分 你現在 這個評估的狀況 怎麼樣 目前陸陸他裡面好像有 山處的崩塌地 所以說這部分可能涉及到水保的部分 將來整個 期末報告 我們會做 做一個評估 另外就是 土地的部分 又是 零物級 在 土地 取得的部分 還是有一個 非常困難的 挑戰 所以說這部分 兩 兩種方案 我們都會 極力的去爭取 是 還有一個就是很重要的 你說 從陸陸也好 從這個水陸也好 我們到時候 我希望說我們要一定要很負責的 跟當地的民眾 說明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非常的期待 因為上一次 我們既然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需求 後來我們市府也非常 能夠配合 然後到 現場也去做了說明 我想這個 你想要做橋也好 或者是從 三民那邊過來 我希望 整個的 我們 期末報告也好 或者是你做的這個 橋的這個 這個 評估也好 我們一定要帶到部落去 然後讓部落的民眾 非常充分的了解 好不好 這個 這部分 期末總結報告 我們放在 我們的魁徽 去做期末報告 我們就 讓 當地的民眾了解 我們的工項 是如何去做 這部分我們會 依照義座的意見去做 好 好 非常謝謝 我想這個 比較大的議題 我想我就 今天 大概時間也不夠了 我就 就教育市長 就到 到 但是有一些 比較零星的問題 我大概問一下 交通局 上一次 我去 這個跟我們 那個 那個 桃園客運大溪總戰 的戰場 然後還有一些交通局的 我們的這個 承辦員 也特別去 去做了一個 免費公車 要從部落 直接 這個 開到我們的大溪站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局長這邊 後來 處理的怎麼樣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 從大溪直接 開免八下來到 假設到桃園 中立法 是在營運成本 或者運量上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 按照這個 幹線 跟支線公車的概念 是不是用轉秤 在客運業來講 他會比較 有來 因為部落的老人 他就是希望說 他不要再做轉秤 他直接上 免費公車之後 因為他要看病 他要去 這個大溪看病 所以他直接 希望直接 拉到這個大溪去 這種特殊情形 我想我們可以重新來做一個規劃來檢討看看 看一天幾個班次 這樣也許可以做得到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要求說 我們不要全部嘛 只有就是一天幾個班 幾個班次嘛 那我們來 了解部落的意願以後 我們來規劃 好好 謝謝 那我想今天 非常謝謝 我們 市長 因為從剛剛 一直打群到現在 也非常辛苦 今天我特別 故意不穿 我的原住民的衣服 因為我想說 我會跟他撞山 所以我特別今天穿西裝 結果早上一看到 他也是穿西裝 所以我特別請他說 趕快換一下 我們 原住民的衣服 我希望 未來 原住民的議題 還有原住民的事務 真的是非常多 也需要 我們 所有各局處的 首長 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未來我跟 我們市長 我們大家 為原住民的這樣的事務 我們來一起共同打拚 好不好 好 讓我們一起為原住民事務努力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郭立華郭議員 以及彭俊豪彭議員 44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 市長我想請 我想請問市長 那個我們那個農安國小 農安國小 介於 農族跟桃園市的這個 邊界 那學生也非常的多 那在農安國小的 這個 後面 有一塊 第一公墓 市長您清楚嗎 好 請你說 好 那這個第一公墓 我們之前有跟 民政局長 我們已經辦過會刊 那這個公墓 早已經編定為 體育的用地 那我在這裡 本期間這裡是想要強調 我們是不是可以儘速的 來做這個 第一個公墓的 這個簽上的 這個 程序的部分 因為早已經進帳了嘛 那讓這些學生已經這麼多 長期以來 都在 這個 以公墓為伍 在這裡上課 環境 對這個 小朋友來講 我想也不是非常 非常好 而且現在 我們的校園安全 一直在強調 也希望做到這個 校園的這個 危安 可以做到 滴水不漏 那 這個公墓的進出 還要經過 學校的用地 那學校後面的 這個跟公墓之間 只有一牆之隔 還有只有一個 鐵門之隔 我想這個 安全的餘慮 我們也要顧慮到 現在已經需要很 正面 來 這個正視這個問題 市長 好 謝謝郭立華議員 其實我們 桃園升格以後 原來各鄉鎮市公所管理的公墓 有的已經 這個禁葬 也公告了 那要簽葬 的計劃 我請那個民政局 殯葬所 現在正在 做好多個簽葬計劃 那其實我們桃園 桃園市 這個在市區裡面的公墓 至少超過20個以上 那數量也很龐大 那哪一些公墓 應該按照 來簽葬 那都要 因為它有公告禁止的 那個時間 跟簽葬的通知 所以那個 每一年 清明節前 都要作業 比如說清明節 大家會來掃墓 那看到 吳祖的那個 你要簽葬 一定要通知到 這個當事人 所以 清明節比如說 70%來掃墓 那30%沒有來掃墓的 那就要做處理 那我想 針對那個 第一公墓的簽葬 我請那個 湯局長來說明一下 好 跟郭議員報告 那天我們去看了以後 當然就是 他們掃墓一定要經過學校 那我想基於學校的安全 以及安寧的部分 因為它大概有1.1公頃的公墓範圍 那私人的土地 那上面大概查顧過 是120座以上的 大概是家庭式的那個 納固塔比較多 如果要 簽墓 那沒有問題 那就是可能 未來私人的 他們會反應 要求 做一些 這個 架構或補償 這樣子 當期會開始做 什麼時候要開始做 我們簽 簽上去 請 市長 提同意 我們就開始 我希望現在不是只有清明節才掃墓 我想現在人的觀念 只要我有空就可以去慎重追遠 如果提成可以盡量提早 我們就提早公告 不過這個問題是後段 前段的簽帳需要成本 需要時間 那所以請民政局估算好以後 再進行 後段比較重要 他雖然是一個體育園區的那個 土地分區 大概5點 他總共有5.84公頃 那面積蠻大 而且他在 比較市區 他整個單單土地徵收的費用 目前 預估是24.3億 那如果地價再調整 可能會超過30億 所以這個計劃其實是 是 是一個 很高的財務門檻 所以我想先就 第一階段 市長我們分階段進行 我想先給學生 一個 良好的環境 我們先做 簽帳的部分 好不好 那後續當然這個整個 這個 這個計劃 這個市政的 推動跟計劃 由市政府 這邊再來加強的 執行跟督導 好先謝謝 OK 好謝謝 謝謝局長 謝謝 另外 另外喔 喔 在這個 目前他已經是保留預算 然後進行發包的工程 他的工程預算大概是2000多萬 得標是1500萬左右 那因為實際施作後呢 有一些工項他進行調整 那目前是進行在最後階段收尾的階段部分 給你做報告 那還沒驗收完成喔 驗收的程序目前還在進行 還在進行 那初步的驗收是已經有同一部分驗收了 那我請問一下 還沒有驗收完成的這個公園可以開放使用嗎 原則上是不行的 原則上是不行喔 那最近喔 民眾都紛紛反應喔 因為我來不及啦 因為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一個大圖表 我不知道你看得到嗎 這個馬路旁邊喔 這邊的是公園 公園的通道 旁邊是停車場 那這至於這個這個整個的規劃 你有 局長你看過嗎 停車場旁邊這個是停車場的通道呢 還是道路使用啊 還是我們在規劃的道路 你可以回答嗎 這是道路啊 通道 還是停車場會通道啊 這個我們要再了解一下 因為原則上公園內他不會有道路 公園內不可能有道路嘛 對不對 那我想這個喔 請你了解之後喔 可不可以 給本席一個 答覆好不好 是我想我們了解一下這個案子的情況 那我想原則上我們還是要要求公所 依據合約來去執行 那當然要了解說這個用地 是為什麼有這種情況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那這個土地的那個 管理機關是誰啊 不好意思這個 管理單位是哪一個 管理單位 那個 原則上是水務局委託公所啦 他是農募用地 他是 大概六千多平方公尺的一個 一個農募用地 他是海浮小段六十之一八三地 水務局委託公所公所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這個 請別人來委管請別人來使用嗎 給別人使用 我想我們要了解一下 他到底是什麼樣情況 我們想要查清楚之後 因為到底是 施工跟這個 有附近有沒有其他工程 我們想我們要實際要去了解 實際的情況 這樣子啦 我來說明原則 市長我想 這件事情要查證 確實 公園還沒有驗收完成 已經開放使用 但是使用的並不是民眾 民眾要使用的時候 公所是說 這個尚未檢驗完成 還沒驗收 所以還不能開放 但是 現在確實是有人在用 是誰在用 我想請你們 做一個 好 那個我來說明一下 海湖地景公園 我去勘查過 他是水務局 他管理的那個 南侃溪的舊河道 那 這個目前是委託給 盧竹區公所 因為他正在興建 海湖地景公園 那原來我是希望他能夠 把地景公園坐在後面 那前面這個工程變更 做停車場 那這樣的話比較符合 他這個濱海道路的需求 但是 盧竹區公所表示說 他已經發包了 他沒辦法改 那目前工程正在進行 所謂的檢像評估 因為他裡面有風車 有景觀台 好像不能夠執行 這個部分我們會督導 盧竹區公所把它完成 那 公園 這裡有分做兩個部分 一個是在工程進行中 如果 有其他工程的需求 是否有可能說 走這邊當事工便道 這一樣要取得區公所同意 我請那個公務局去了解 第二部分就說公園未完成 沒有任养機制 要完成後 要按照任养辦法 才能夠有任养機制 那這一題我們會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海湖地景公園的原則上 維護 原來他申請這案子 他是要由 海湖裡的 辦公室 來負責 這個 平常的管理 那他的養護是要由 盧竹區公所來養護 所以因為當時養護成本高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要做這公園可以 養護的部分要擔起來 所以那個 未來的養護的部分 的管理部分 也請我們這公務局來督導 那我想公務局 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公所在 星期五的 在上個禮拜五 對媒體的宣稱是說 他們並沒有同意任何人使用 所以就把大門給關了 那第二天呢 也不知道被無名 無名人士 把鐵鏈剪斷又擅自打開 不過如果是這個情形 那個是 這個就不是公 民眾已經報警 如果是被擅自打開 工地為離的話 那這個當然就是違反法律 就把他移送 報警移送 那這個部分民眾已經報警了 結果報警之後 警察把他關起來了 昨天又被打開了 繼續施工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施工隊 他說他已經取得同意權 使用同意權 我想這個部分 公務局 應該跟公所 這個查清楚 我剛講說 確實查清楚 他有沒有做 給民眾一個交代 他的工程裡面是不是有 容許別人做施工變道 或出路 等等 我請那個 公務局去了解 有或沒有 這查清楚就知道了 OK好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公務局長 那 都發局長 李局長 還有一個問題 想要麻煩你 我已經給公文給我們的建管處 因為在公園的 地井公園的旁邊 有一個建案 那這個建案 影響到 已經做到 已經影響到附近 居民的這個 零損很嚴重 那我有請我們 這個 希望市府能出面 來做一個協調 為什麼會請你們出面 因為 建管處 他們有專業的 他們比較有專業的知識 有地基下限的 因為以前那個地方很多 三十幾年前的房子 有些是海沙屋 甚至 現在有地基掏空的 還有牆壁歸裂的 水管被水泥堵塞的 我想這種種 尤其像今天下大雨 我就很擔心 這些民宅被 被堵塞的 這些水 這些水溝被堵塞的部分 會不會造成他們 那個水無法排泄 淹水的部分 或者說 牆壁龜裂的滲水 地基 已經鬆垮了 地基 掏空的部分 會不會因為地震 因為 颱風來的時候 這個房子 會不會 地基不穩 而產生危險 我跟議員報告 本來在新建建築物的這個過程中 這個 承包廠商或者是建築師的都要做 做好這個臨房安全的這些措施 這個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 這個一定要做好的 那不容有 閃失 如果說這個案子已經有造成臨房損壞 我們一定會責成這個廠商 而且我們主管機關也會做立即 而且必要的處理 按照這個 施工中發生這個 這個損零事件的處理原則來處理 基本上 這個廠商 他是必要把這些問題全部都解決 如果有立即 我們會評估這個狀況 如果情況比較危急 做必要停工這個都是需要的 如果是 安全上必須要讓 就是說施工比不施工安全的話 那我們還是要叫他趕快把這個工程 把他搶進 那這個案子我覺得 如果已經有這個損零事件 我們會 立刻 這個派員前往處理 希望這個部分 請市府來協助我們民眾好不好 好 那如果說必須要做防護這個 有零損必須鑑定的部分 也希望 這個我們市府協 這個協助民眾 有一些 專業的工會 請他們比較有公信力的工會 給民眾一個 安心 一個檢驗的 結果 好 這個是我們 我們應該做的 那這個部分 就拜 拜託 我們的局長 謝謝 市長 另外 我想要這邊麻煩市長 這個 以往 我想現在學校 這個有些學生 一直就學生下降的 這個人數 一直在 班次下降的問題 那有些地方的 這個 學校的學生 一直是超收 一直在超收 那就是說 在這個 他們 臨近轉介的部分 的交通問題 我想好像我們 一直市府都 處理都還不錯 這個 家長口碑也很好 但是家長還一直希望是說 同樣的 這個 住家 同樣的住宅區 同樣的區域 學校的同樣的 這個區域 我的學生 我的小孩 要比別人 要多了 這個 一天要多花 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想這個問題 當然也要及早來解決 尤其說 我們附近 能夠選擇最近的 那學校有沒有特色 為什麼家長不肯去 我想這是一個 很 怎麼講 這是大家家長很在意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 能夠推動 各校的特色 各校的特色 我那天 我覺得 公埔 公埔國小做了一個慈善的公益活動 從小學 可以培養他們來做愛心 他們才四年級 他們的 管樂 演奏得非常的好 在台帽 引起大家的共鳴 而且他們六年級的 這個 美術班 所畫出來的話 可以 所得 可以一天捐出十幾萬 給我們的陽光 這個基金會 大家一起 響應來做這個愛心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好 那我覺得說 像這種 專業的班級 尤其現在的學生 我不一定要 要讀 愛讀書 才有出席 所以我覺得有專業 藝術特長 也不錯 我希望說 學校是不是可以 根據各地的 多開 多去發掘 開一些才藝的班級 讓 這個 所有的學生有更多元化的 學習選擇 好不好 好 我們 請教育局 盡量的 朝這個方向 各學校本來就應該發展特色 那郊區的學校 如果特色 提高以後 也可以把市區的學生 吸引過來 那不是只有交通車 那 這個郊區學校的特色 也要讓校長是 持續性的把他當作是 學校特色來經營 不是說 今天做一個活動 明天做一個活動 這樣吸引不了學生 那我想 公埔國小適合發展哪些特色 請教育局來跟學校溝通 以後來定位 好 那我希望不是 是針對公埔國小 有一些現在學生比較多的 現在像大華啦 像大華國小 像這個 鼎舍外舍 我們都是同樣的方法在推動 希望他能夠吸引更多學生來讀 比如說英語班 比如說資優班等等 謝謝市長 那教育局長 我們去年 那個鼎舍國小 推動的這個 英語教學 是 那你有去 這個成果啊 是 關心這個成果已經一年了 那這個成果你覺得怎麼樣 基本上來講因為鼎舍那邊的態度比較消極 我們會 教育局會行政指導他們 那今年我們也預期是在英語中心的私資方面的配置 我們今年會稍微做一個修正能夠支援一些學校來發展特色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已經推動了 我們就要去關心 去輔導 希望把這個 我希望今年他的學生可以成長 要創造一個學校真的不容易 別的區域想要分校 沒有場地 礙於這個 很多資源限制 因素限制 沒有辦法再成立 那我們如果說把這種森林 那麼天然的學校 如果因為招不到學生 來廢校的話我們會覺得非常的惋惜 那我希望說 在一些比較有特色的部分 像外設基本上他學生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學校做得也蠻不錯 甚至今年還有很多人指定 要轉去外設國小 要去念外設的幼稚園 那我想這個對地方來講 所以教育局所做出來的美意 然後民眾能夠接受 這些都是 都是好事 那希望說 我們在這一方面的著力點 可以再加強 把我們學校 把這個桃園市 各個小學的特色也好 然後讓他們能夠 健身國中將來 有更好的一些基礎 來完成他們的學習成長 好嗎 謝謝局長 謝謝 謝謝 今天 這個 這幾個議題 我也希望 尤其 希望公務局長 海湖 這個公園這個地景的案件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 最好的協調 也希望給民眾 我相信 我們當初 花這一個 這一個資源 花這筆錢 蓋這個公園 就是因為給鄰近社區 他沒有活動的空間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這一次 在這個 整個過程當中 你能 給 這個 我們 社區民眾 一個合理的交代 也將來 規劃 能更好 給他們完全使用 好不好 好應該我想公園做好 就是要服務民眾 但是 實際的現場的施工的變道可行性 我們要了解 因為那個變 是不是因為 建商的那個施工 那個居民那邊 那邊路很小 那我想我們會 盡量來協調 然後把兩個 公共安全問題 跟公眾使用問題 公園裡面車輛進出 我覺得 而且他路很短 所以應該是不太適宜吧 安全性的問題 要考慮 好不好 這一點 麻煩一下 好謝謝 在這邊 我們也特別歡迎 如族的鄉親 到我們議會來旁釘 我們也掌聲歡迎他們 謝謝 那另外 接下來是 因為 彭均豪 彭議員 還塞了路上 所以我們先請 林恩召 林議員 先發言 時間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市長 在座的時候 各位局長 還有媒體記者 大家好 首先我現在 先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高局長 我相信我們 上禮拜應該有 諮詢 那個很多議員 有提到 我們那個校長 退休潮的部分 對 這個部分 雖然沒有做海報 但是我還是想要了解 我想問一下 那 我們其實私底下都了解 那我想簡單 先問一下局長 我們校長 培養一個校長 要投入的 大概成本 要大概有多少 是否有細算過 培養一位校長 從這個 他當主任開始 然後再經過培訓 然後考試 當上校長 然後再經過培訓 甄選完畢 這個成本是非常大的 一般來講 大概幾歲可以當校長 平均 40 平均大概 目前我們校長就任 出任的話 平均大概40歲上下 40歲上下 那目前校長的退休年齡 是平均55歲 那 教師的退休年齡 今年我們算出來是53歲 對 那其實很多 議員都在質詢 很多都在關心 我們校長那麼早退休 很多人在50歲就提出退休 那是否一些外在壓力 還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 出現了問題 導致他們想要求去 甚至說 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去私校來教學 來教學 我覺得說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來檢討 那我當然知道說 我們 局長 上次有跟那個 林育議員 有回覆 說可能是 爭權制度的部分 是不是來調整 我相信這個 我們 市政府現在提出了善意 那我想進一步再來追 除了爭權制度以外 我們之前升格前後的校長的福利 是否有減少 我想針對這一點 升格前後校長的福利還是一樣 那 校長有跟我說 那基本上來講 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現在有行政減中 所以投入行政的老師 的意願會提高 所以校長這方面得到的協助會比較大 好 我們再 進一步討論 校長的 特別費 特資費 的部分 有沒有減少 目前沒有減少 但校長跟我反映他說 叫升格前 減少了3000塊 每個月減少了3000塊 這部分你可不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好這我再了解一下 因為我覺得說如果我們桃園升格 然後 來說校長的福利 這次我不太自當 這個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校長也好 主任也好 他的費用 薪水 包括特別費等等 這個都是 全國一樣的規定 這不會多也不會少 一個校長不可能為了3000塊特別費而提早退休 這個說法 我是覺得 不太成立 那目前 整體來說 我們給基層的學校的資源是增加的 升格以後給的不管是他們在 這個工程的預算 採購預算 或者是我們給予他的人事方面的預算 都是增加的 那業務量我們進行減量計劃 我認為 現在 現在在討論說 校長是不是有退休潮 那麼去年退休了 17位 那麼今年提出申請有55位 但是 大概只有20位退休 並沒有特別增加 那很多校長 是有在私下說 有無可能 將來的 退休金改革之後 會不會有這個退休金縮水的問題 他講的是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全國一致的問題 不是只有桃園市 這個是全國一致 那就是說 就桃園市來說 我們給予校長的資源 條件 是不會打折扣 也不會縮水 那這個可能在請市長到時候 在 因為我們私底下都有聽到一些校長的一些 他就覺得 升格後有些福利減少 比如說他可能 校外觀摩 他們可能有參訪的機會 好像都有 都 都變得取消了 這個部分到時候 可能是不是請市長 校外觀摩的部分 我請教育局了解一下 校外 這個不是叫校長的福利 對 這個 校外觀摩這個部分 看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請教育局深入了解一下 好 謝謝市長 好 那關於 下一個議題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那個 我想要討論的是那個 道路拓寬的部分 這個 局長 謝謝 我 這個議題 我相信在我們那個 張宗洋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也有提到 對對 我相信也得到很善意的回憶 那我就只想要進一步 因為 這個路段本身來講 我在去年的時候 總質詢的時候 不管是工作報或總質詢 我都很關心這個 我們自己 我們憑證的一些道路的拓寬 我相信 那我相信 局長 其實你應該手上都有資料 你應該看得到 新光路五段到了這邊 原則上 是這麼寬的道路 現在變成 一到五段就變成 只有只剩一條路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目前的都市計劃 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道路已經有保留了 這個我們已經有保留了 所以現在只剩我們 公務局的部分 是 我想現在一直做關心 這個案子 事實上 它的工程經費 其實會比較高 所以原來都市計劃 它會有考慮說 是不是要做調整 所以說現在 我們先第一步 先把原來的 這個都市計劃道路先保留 但是我想 工程的可行性 我們還是要去評估 因為 如果照目前都市計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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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劃道路開闢的話 它跟其他開闢的道路 會相反 也就是說 目前初步預估 可能要15億 但是工程經費 它反而是12億 因為它在其中 石門大俊那段 那個高低差比較高 高低差比較高 所以說變成說 我們要去做工程上的去克服 所以說工程上的克服 跟效益 最佳化 我想應該是來去 一邊考量 那是不是可能說 在局部 有些能夠改善的路段 我們先來去做改善 那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因為石門大俊的那一段 它的 高低差比較高 所以高低差比較高 工程上 也會有一些討論 然後跟定案的部分 所以 就這個長度的部分 總長度應該 目前 你們局裡面的評估 應該只有700多公尺 對不對 700多公尺 好 感覺起來這個 徵地費 用地費的部分 應該還好 就是工程費的部分 工程費將近要12億 是 所以 這樣子 還不到 一公尺就要 還不到100公尺就要1億多 對 所以說這個其實 這個效益 這個其實就 所以原來都市計劃就會說 那是不是說 就是暫時先不考慮 那 不過我想我們就是 先 就是 也謝謝都發局 我們就先把 原案先把它回復過來 但是我想這邊還是有檢討的空間 我想應該是 現在工程技術的規劃上 應該有更周全的考量 工程技術上面我相信現在 我們 我們局裡的 現在的 狀態來講 我相信工程技術應該不會是怎麼太大問題 經費的考量 但是 實際上我要討論就是說 其實這一條路 我相信 很多 那個議員都有關心到 因為其實 我們目前 往工業區的部分 往三字頂 平鎮工業區的部分 全部都是從中峰路進出 對不對 全都是從中峰路進出 所以整個到上下班 尖峰時刻 甚至說平常的時候 車流量都非常的大 車流量非常大 那 這一條路 它原則上是跟 中峰路是平行的 它現在就只剩下這一個缺口 如果打通了 就可以直接從工業區的車流量 可以直接分散 所以我覺得 它的效益 我們是應該認真來審慎 檢視了這個問題 有時候 雖然經費很多 但是我們也可以分期 分年來編列 把這個事情 把它做好 因為現在整段 只剩這一段 還沒打通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部分 是否請我們局長 然後請我們的市長 來全力的來協助 請我們的市政府 來全力的協助 這個部分 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很艱難的工程 要做 並不是一兩年可以做好 但是我們只要先開頭 去做下第一步 踏出第一步以後 我相信這未來 對我們的交通發展 那個瓶頸的打通 然後對我們所有市民 都是一個很大的福利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公務局 認真地審慎的 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 然後來 來努力 往這個方向來做 好不好 要不然 說真的 這個議題 每次 很多議員都會質詢 加上人造也要後續來追蹤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局長來 努力往這個方向來做 錢不夠 我們可以來想辦法 錢不夠我們可以是否來跟中央來申請 然後我們是否是以市政府來逐年編列 相信都可以來克服的 因為這個地 其實用地 不會有太大爭議 用地大部分是水利用地 所以比較不會有一些抗議的問題 所以差別 現在問題點應該就剩我們 經費的問題 工程競數 我相信應該都可以克服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要請我們的那個 局長 努力一下 來 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謝謝伊若建議跟關係 我們會做最好的評估 最大的努力來去跟中央爭取經費 特別這是工業區的道路 我想工業局 我們也來會一起去做協調 但是一定要做最好的評估 做最好的評估 最好的評估當然要尋求一些 能解決這個的方法 真的要不然我們 現在的那個交通瓶頸 都要打結在這裡 加上今天 大家都感覺到 今天下大雨 我相信 我們出門 雖然 我們沒有很早出門 但是 到九點多 整條路都還在塞 加上我們俊豪運援 他也是全都被塞在裡面 所以 這真的就是 是覺得說 我們的 我們的交通 為什麼只要遇到下雨 或者一些 一些狀況 就會這樣子 整個停住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來 往這方向來努力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我希望 不管 你未來 我們市政府 的規劃怎麼樣 是否會後給我一個報告 詳細的報告 我們對這個案子的 進度的 要怎麼做 給我一個詳細的 未來的規劃 好不好 是 OK 好 好 恭喜你 在這邊 因為我現在討論的是這個 憑政游泳池的部分 這游泳池的位置你大概知道在哪裡嗎 了解這個游泳池在哪裡嗎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知道整個的狀況跟進度 好 那你先簡短 就你的了解 你說明一下 憑政游泳池現在是委外經營 平常都是夏季的時候開放 那使用的人士從 103年到104年 差不多都是800到1000人士 那現在呢我們在 我們是 預計是補助這個憑政區公所是 227萬 那我們在今年的5月9號 上禮拜已經有到憑政 會從區公所去會堪 會堪的結果是OK的 所以說我們也是按照 教育部體育署的一個期程 請這個憑政區公所依照規定 來提報到我們體育局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評判 然後審核 然後再向教育部體育署來提出一個 申請補助的方式 那整個的這個 包含這個 游泳池的遮陽網 還有過濾系統 以及熱水器等設施的一個修散 那我們希望能夠設計這個國際標準的溫水游泳池 還有選手的訓練池 以及兒童的蓄水區 以及水療的SPA池 這是稍微簡單的跟一座說明和報告 好 那我再進一步 好 我進一步來問 這游泳池大概民國幾年開始蓋好 開始使用到現在 民國 局長應該還比較不清楚 好 我跟你講 大概民國七十幾年開始蓋好到現在 所以距於現在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 那你剛才有提到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一年的使用量大概多少 八百到一千人次 一個游泳池一年只有八百到最多到一千個人次使用 你覺得這個游泳池有人在用嗎 老實講 好 我扣掉冬天好了啦 所以每次在用的一天大概平均 好 我們算兩百天好了 好 那就算算一百天好了啦 一百天一天就大概十個人在用 一天十個人在用 一個游泳池 那麼大的公共設施 是我們市政府的財產 我們機關的財產 結果現在一天只有十個人在用 所以我只算一百天而已喔 一百天一天只有十個人在用 所以我們是否來檢視這個問題 是否有需要修正 這個是機關用地 但他現在閒置在這裡 我們不只討論游泳池 他的設備的問題 他連 他連旁邊當初規劃的時候 他設計得很好 他旁邊有籃球場 有網球場 然後旁邊有一個活動中心 他都規劃得很好 但是現在的設備老舊了 現在的設備 他沒有辦法競爭力 他不只濾水出現了問題 他整個設備沒有 整個設備老舊 所以導致沒有人要去用 所以我們是否來認真來檢視這個問題 我本席上次 上禮拜有跟那個我們的區公所 還有我們的那個副局長 房副局長有去現場來做會堪 覺得說這個地方 如此荒廢在這裡真的蠻可惜 因為這個地點是落在新屋交流道附近 下了新屋交流道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到達車程 他的地點是非常的便利 但是現在的使用的使用量 使用率卻是如此的低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局長 是不是來努力把這個來整體來規劃 把它蓋成一個室內的 甚至籃球場網球場那邊都還有 甚至還有我們機關用地 有一個停車場用地 那邊是否整體把它規劃起來 因為這個位置 他在不只在交流道附近 他周遭緊鄰的人口 就我們區公所的報告來講 他的現有服務範圍的人口 將近有四十幾萬人 四十幾萬人 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人口 範圍人口完全沒有這樣的公共設施 我們目前平鎮有的游泳池 公立的游泳池 局長知道是哪幾個嗎 好 局長我跟你說 第一個南清活動中心 青少年活動中心 那個地方大概位置在 這要怎麼講 那位置大概在玉達中學那邊 然後另外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案子 現在正在進行就是 國民運動中心 平鎮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案子局長應該清楚 現在正在進行中 國民運動中心距離這個位置 其實他們 跟南清清少活動中心 算是平鎮的三個角 三個角的位置 所以本席在這邊是否 本席在這邊強烈的建議 我們的市政府 然後本席在這邊要請我們的市長 來全力的來配合 看是不是市長可以給這個資源 我們到時候是不是結束的時候 一起請市長跟我們一起去會看一下 這應該要看一看 因為我看這個 一年使用八百人 一天不到五個人 那這個是很典型的無效設施啦 坦白講 這個可能是太爛了 也可能設計不當 也有可能是需求不足 那剛剛劉議員說 這高雙裡附近 你把它放大當然很多個 你如果放到四十萬人的話 他周邊有幾個用池呢 民權用池 中大用池 新國用池 有新民用池 有四個用池 在附近 不是沒有用池 將來還有中立的光明公園的 中立國民運動中心 那我想未來我們不是 需要用行政區來看 是以生活圈來看 看這個案子有沒有活化的可能 因為他原來設置的地點 確實使用率偏低 那ROT方案要投資 所以一定要設計足夠的誘因 比如說我們現在爭取到ROT 那麼教育部落 體育組合給我們一些錢 那麼仍然要有業者願意營運 目前其實平鎮區公所也是委外營運 現況也是委外營運 就是沒人來啦 所以我們要務實處理 這個案子我認為劉議員的期待 希望說能夠讓他活化 最好一天有100個人 甚至500個人來游泳 那現況就是不到5個人 這是一個事實 那這種型的設施該如何活化 我們去好好看一看 體育局未來 當我們全市的體育設施慢慢充實以後 對這種無效設施要如何處理 也要有方案 那這是要解決以前留下問題 那不是說每個游泳池 像這如果建成一個五星級游泳池 花3億好了 原來平鎮區公所說 希望花2億重建 2億重建要有效益 不是說錢砸了就會有人來 不是這樣子的 我看這個案子應該是要好好做下來 我們來談說合理的發展的方向 合理的規模 合理的投資 如果ROT方案可行的話 那一定會有人來標 那為什麼他們 既有的業者進行不起來 我們把它了解原因 到底為什麼 是太爛了還是沒需求 還是說他的管理方式不當 因為市長其實對這個位置 其實市長也非常了解 因為市長仁昭也是想要跟市長提的是說 這個位置其實現在我們過領也在發展中 過領的人口也一直進去 那Costco也進駐了 那實際上過領那一部分 是比較缺少大型的公共設施 對 我同意議員的說法 這個案子不要把它當作是平鎮區 高雙你這邊應該算是高雙過領 包括那個投州 這個生活圈裡面的設施來看 那看看這個合理的量體 因為我看平鎮區公所 他是想把它發展成為 他原來的希望是包括什麼呢 國際級的標準溫水游泳池 包括選手訓練場地 包括兒童戲水區 包括水療的SPA 哇這個做得比我們國民運動中心 還要高 所以這個實際上會變得 他這個 他原來因為沒有人嘛 所以他想說直接弄成五星級的 全市最好的游泳池就會有人來 要以合理的生活圈服務做範圍 對 那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務實處理 看看讓他用什麼發展方向比較好 對 人造也是希望 人造希望是說這塊地把它活用 因為我是覺得說 連籃球場 網球場整個把它併在一起 整體來考量 因為這邊整塊 如果這個游泳池有活化的方向 那我們連同旁邊的球場的更新一起做 對 不見得說只做游泳池 人造是希望說 本期是希望說 重點就是在這塊的設施 公用地這個資產的活化 這個土地不應該閒置 不過我也要跟人造議員說 其實我們在過去鄉鎮市公所 投資的很多公共設施都無效化 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 我們要務實處理 是 好 在這邊謝謝市長 好 謝謝我們 趙鎮議員 那在這邊我們特別也請公務局跟水務局 是不是你幾個區公所問一下 最近今天早上 很像很多路都淹水了 所以也有很多主管今天慢到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樣 那我們也趁這次 跟議長報告就是說 現在水務局正在處理一些抽水 很多社區淹水 很多社區淹水 那如果水務局長跟公務局長有需要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待會跟議員說明 趕快去處理 對 跟議員請個假也沒關係啦 好不好 因為今天很多 趁這一次下大雨 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原因 好不好 那我們中場休息20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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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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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 謝謝 嗯 超特別郵י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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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彭俊豪、彭議員時間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我想今天早上的一個強降雨 那真的造成各地嚴重的淹水 那我在中壢 中壢整個市區幾乎是癱瘓的狀態 那幾個主要的一個地下道都被封閉 所以我希望在市府在大雨暫些之後 那趕快恢復正常 那不要讓市民在下班之後呢 又再被淹刺 那另外呢 在這次的一個強降雨可以看到幾個部分 它在整個陶鷹的交界 造成雙向鐵路的中斷 那未來呢 我相信這種極端氣候會越來越頻繁 我想 這個地方剛好是桃園鐵路地下化的一個起點 我想再 請問一下交通局長 那這樣的一個氣候趨勢對地下化的工程 會不會有不利的影響 我再問一次嗎 我來說一下 那個 今天鷹哥到桃園路段中斷 那中斷不是因為地下化 中斷是因為它的陸基攤坊 那我跟鐵路局的周永輝局長早上有聯絡過 那麼他們已經做了搶修 那恢復單鄉通車 那我想喔 未來鐵路地下化 那麼排水也會做好 反而比較不會因為下雨的關係而中斷 好 謝謝喔 謝謝市長 我相信我們對地下化的一個工程是非常有信心啦 但是就是說在未來這個部分的規劃上要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那要特別的謹慎 那我想喔 在今天早上喔 確實因為這個下雨的問題 那因為可能幾個地下道封閉的問題喔 那我在發現這個幾個本來就很平頸的路口 變得特別的更擁捨 那所以說喔 在前陣子喔 我們開了一個 融化地下道一個廢止的問題喔 一個計畫 那我想為了中地美好的未來 我們所有的市民喔 都願意接受說這樣子一個暫時的不方便喔 但是我想在市府這邊 我們要努力的是說 如何把這樣的一個黑暗期的時間喔 縮短 把這樣的影響的衝擊降到最低喔 但是呢 我覺得在目前的融化地下道的一個廢止之後的一些配套措施喔 還是非常讓人擔憂的 那 比如說 很多鄉親其實也還不清楚喔 我們融化地下道是廢止而不是封閉 事實上 我在地方上還是很多的市民會問我說 欸 這個地下道封閉之後什麼時候會再打開 那我都要告訴他說 這個封閉可能之後就是永久封閉的 應該就是永久封閉的 那所以說 我相信這樣廢除地下道之後呢 對於中立會產生非常重大的一個衝擊喔 那 隨之而來的建設呢 這黑暗期的時間是特別特別的長 那我想以現在的一個國家公司所提出來的一些替代方案喔 讓人家特別的憂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個 這幾個都是我列出來的幾個 也是國家公司提出來的 這次交通局也提出來的幾個瓶頸的一個入口 那 非常的庸涉 那 再來呢 我們再看到那間社會公司提到一個說法喔 他說 永久封閉地下道廢除之後呢 以中北路作為替代道路喔 那將車流來分向左右 那再由隆岡地下道跟中原路橋 來擔當這個連接前後站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喔 那這樣的規劃呢 中方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 車流暴增之後 兩邊交匯的一個入口 光是車輛停等左右轉入喔 就會很容易癱瘓這個入口 問題是 我們針對這樣的狀況呢 目前規劃公司還提不出一個有效的改善的方案 等於說大家好像硬著頭皮幹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喔 是我平常拍中原路橋的狀況喔 差不多四點多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動線其實非常非常的混亂 那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有很多在排隊下橋的一個車流了 所以說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讓我們認為說 如果在未來不管是交為的措施 替代的方案 替代道路 各方面的一些規劃沒有做好的話 那我相信喔 未來這個整個中立市民喔 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能是一個非常長遠 而且非常重大的一個影響 影響到我們生活 影響到整個一個交通上的一個便利 所以說 我希望說 我一下幾個具體的建議喔 包括在一個整個一個我們地下化 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時間表出來之前喔 我希望在這個配除地下道 要做一個審慎的考慮 包括他像我們交通規劃 替代道路 我希望我們那個 顧問公司 交通局 市府 或者中央單位 我們一定要努力想出這些一個 比較完善的解決方法 而且 對於整個一個宣導的一個期間喔 我要盡量拉長 讓民眾可以了解這個狀況 好不好 是 基本上 機場捷運線延伸線施工期間的交違 要封閉 原話對下道我們是採的 階段性的封閉 那部分封閉或全面封閉 分階段封閉的各階段的配套的交違措施 我們都會處理好 包括公車或者是路邊停車等等 這個我們都有一個配套 包括改道的路線指示 這個都會做好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目前也正在 跟高鐵局的結構處正在沿移 是不是有一個替代的路線 目前我們找到了兩個方案 昨天早上午我們還跟高鐵局的結構處 去現場會刊 看看這部分能不能做一個處理 那另外呢 有關這個中立火戰前面 這麼多的客運樂啊 在那邊大型車在進行出租也造成 很蠻塞的情形 這部分我們在轉運站的部分 我們也做個調整 那麼這樣路線也都會做整併 所以我們希望呢 在今年年底前看看這一部分工作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個具體的 一個很明確的做法 讓交通人來配合捷運線的施工 好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我們整個交違計畫 交違計畫替代道路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進行下一步 融化調道廢池的問題 我想對於市民的一個影響呢 都會降到比較低的部分 那像剛剛局長有提到 那也是我想說的 就有關於一個中立火車站前面 一個減壓的問題 確實喔 我們可以仿照那時候 桃池燈會的一個做法 把一個內地車站 當成一個轉運點 那讓我們的 或者是像是在國道客運的起站上 也往上 上推到岩坪路發車 我想這些實際的作為喔 都可以減低我們的一個 中立火車站的一個 交通的壓力 讓這個交通路況 可以稍微好一點點 議員的建議非常好 這部分也是我們 未來會考慮的方向 但是呢 很重要一件事 要跟我們的 相關的客運樂業 來做協調 這個 這個 客運站的起起點的 調整部分 會牽涉到一部分路線的變動 這個部分 我們會非常慎重的來研究 好 那我想喔 因為我們都看到那個 地下化的一個 鐵部地下化 在前陣子已經通過交通部的一個出審 那也就在明天 17號要通過副審 我想 在未來 還有在2018年 要通過行政院的核定 我想請問一下 那在這部分呢 呃 在這段時間喔 有沒有辦法再縮短 或者是這段時間 我們要 是不是要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確保這個 不會有任何的一個 其他因素 來讓這個 在這個方向又再改變 事實上鐵部地下化 市政府呢 是全力的 而且非常有信心的 在努力的推動當中 那麼我們呢 在這段時間 在520之前呢 我們有做了 跟中央政府呢 也做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溝通 包括我們出審的 各方面技術性的商討 以及明天要辦的這個副審 這個都是跟交通部 做持續的 在技術面 以及財務跟工期方面的溝通 那我想呢 將來呢 在財務分擔部分 我們也會跟中央政府 做一個專案的協商 來做適當的處理 一定要來推動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那 是不是說 因為我想 它整個地下化的一個完工喔 那 大家核定到完工 事實上也就影響到說 我們這個黑暗期 有多長 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因素之一 那是不是說 在於整個副審到最後一個行政院 合定的時間 有沒有辦法再縮短呢 這部分當然我們要看 專案協商的結果 我們 審慎樂觀 希望呢 當然希望是這個 爆核的過程 能夠盡量的縮短 但是未來還有很多課題 還要繼續討論 好 我想這幾點因素喔 因為真的攸關說 整個一個 總理市民的一個未來以後 這幾年喔 用路上的一個權益 所以這拜託部分的話 我們也盡我們最大度去把這個 時程給縮短 好的 謝謝 那另外喔 我想要針對一下幾個 稅的問題 來跟我們的市府這邊討論一下 我想喔 其實縣府現在是一個 縣長請坐 縣長請坐 現在我們 是一個報稅的季節喔 我當然 繳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那但是呢 政府向人民徵稅喔 一定要符合公平正義 在仔細的 斟酌 實際的狀況 不然對民眾而言 其實是一種懲罰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最近接觸到幾個案例喔 那其中一個家族呢 他繼承了上一輩 在大溪郊區的一個土地 那地幕是林喔 原本是相安無事 但是呢 在去年喔 他們收到地方稅務局的補稅通知 表示這個土地呢 已經有非農業使用的情形 改用一般的一個 用地的稅率來課增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是上面喔 被許多不知名的墳墨所佔 已經變成風水堡地了 那我想喔 我把這個 我多翻一下 已經變成風水堡地了喔 上面其實非常的精彩喔 那 當然這裡面沒有半個是他們家的 所以想要處理呢 那求助政府單位 都告訴他們是民間的一個侵占行為 那公權力不方便來介入 就算要一致喔 這也不像是一個 好像處理違建一樣那麼簡單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他們連是誰買的可能都不太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如何去追蹤 所以對他們來說最不公平的是說 土地被佔用 但是我們公權力幫不了他的忙 那還要過來 可能要再踹他一腳 要跟他多科增很多的稅 我想喔 他們平均每年喔 要付出大概高達十多萬的一個地價稅 我想幫別人雇主先 那還要付得繳稅 那對於當事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平的事情喔 而且這種狀況 我相信不只是他們有而已喔 那這些地主呢完全求助我們 或許有些人可能沒有被嗑到 所以就摸摸鼻子認了 那其實這中間也會衍生出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說是不是中間有不孝的一個 我們的帳目者喔 做五本的生意 那專找這種被占用的一個名地 跟商家收錢 做五本生意 那結果造成可能未來商家和地主之間糾紛 那不孝的者從中得利 那另外一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喔 就發生中立市區 那陳其仁的繼承的土地呢 他已經被那個開闢為道路喔 他的地點就在中立萬能路的正中央 那萬能科大的正門喔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地目是田 那也就是說 他並非是農民使用 但是呢 已經被那個 已經是這樣的現狀 已經這個樣子了 最後呢 還被追討高達遺產稅差不多四十多萬 四十多萬遺產稅 他們向有關的單位洽詢喔 那 是不是可以申請相關的 是已經做為馬路相關的證明 結果 陳辦員跟他們說 那你就恢復農用啦 恢復農用 我想說喔 這個讓陳其仁非常的傻眼 如果真的恢復農用 是要把這個路封起來 然後做在上面種田嗎 那以後 換了科大學生要怎麼辦 我希望喔 公務人員必須在執法上 要與法有據喔 在土地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減免的規則中 那只有在公務用地 以及財團法人組織 不以營利為目的才得以免除喔 那第二個案例 確實要維持農用 才能免徵這個遺產稅 但當第一線人員 去了解實情 去看看現狀的時候呢 去了解陳其仁的困難之後 就不應該只是 將這個問題再丟回民眾 讓他們自求多福喔 所以說 我看這些樣態 其實我希望在未來的 我們稅務單位這邊 要看應該是實際的狀況 那發現問題之後呢 就我們最積極的態度 去協助陳其仁人 要不然 這些人他們也是最無辜的 一群人 是以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他們提供土地 讓我們的工部門做使用 那提供大家做使用 結果到最後呢 還要付比較多的錢 是不是說這個稅務單位 報告一座 一座提出兩個問題 非常好 如其我再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這個山坡地 在被人家盜用 當作墳墓用地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比起這個是它的 農地 山坡地 佔用 是一個私權的糾紛 其實我們社會局 也是非常的難為 那麼 因為土地 如果自己 不去好好照顧 不善良 管理的注意義務 被人家 當作墓地來使用 按照這個法律規定 它墓地的話 就不能免稅 所以還是要課地價稅 這個部分我們也很同行 納稅人 但是這個部分 可能要進行私權的來解決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萬農工專前面這個馬路 那當然了 目前是申報遺產稅 這個問題 我也有跟中立基金所 國內局去詢問 國內局他答覆是這樣 他說這個目的 這個道路 地木是田沒有錯 道路使用也沒有錯 他只要我們的納稅人 被繼承人申請 他按照既成那個 遺產禁稅法第16條申請 經過那個新屋所勘查 他是道路用地 就可以免稅了 好 這個不會再課遺產稅 也不可能再恢復那個農用了 不會的 那個議員說的 土地被占用 然後違規使用 然後罰地主沒有罰行為人 在地主感覺他是雙重損失 我土地被占用了 那我們說政府說 你要盡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我就被占用了 我已經提出訴訟了 那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要跟 這個財稅的解釋單位 要特別來詢問說 我覺得這要站在地主立場 因為他已經損失一次了 你又把它課了那個違規使用的稅 我覺得這個地主一定很難接受 這類型案件應該要另外來詢問這個財政部付稅署 這個在佔用期間如果有訴訟的話 是否可以有這個行為人 或者是說你這開稅單不一定要開地主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好好務實討論 就跟我們原化路地下道一樣 那麼分流計畫跟這個替代方案沒有做好以前 我們交通局還是把關 那他分階段做可以 但是要一個階段要把它做好 因為他不是封地下道 他是整個以後就沒有了 以後就沒有原化路地下道了 那個民眾可能聽起來 議員這樣質詢聽起來好像說 我們暫時封鐵路地下化以後 捷運做好以後好像可以開 沒有 這次封完以後那邊車站 以後就沒有原化路地下道了 那以後如果真的鐵路地下化 前後戰是打通的 十年後可以解決 可是在工程進行期間 交通會打結 所以我們要務實處理每個階段的方案 那我想這一題 如果議員針對個案提出質詢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把這種型的通案 那跟財政部副稅署研究一下 到底被佔用的期間 到底這個違規使用的稅要怎麼處理 市長 所以剛剛很感謝市長講出我們很多地主的心聲 事實上 剛剛那個局長說 好像地主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 局長看他這個牌子 是他自己去立的 是他自己去立的 他已經盡他自己所能去做這些事情了 那你不能說因為他真的 變成風水保地之後 還去打他一棍 然後說你自己沒有盡好管理的責任 這種情況他也是遇庫無類 因為他只有持分他沒有完整的管理權 所以這一類型案件我覺得應該要細緻化 看怎麼樣子才是合理的 那我們目的是 目的 冤有頭債有主 誰違規要罰誰 那像這種情況他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是 感謝市長 真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請這個 我們要努力去協助我們的一個當事人 那 我就說大家都願意繳這個稅 但是呢 要繳的稅要符合這個公平正義的部分 那再來回來 剛剛講那個 你說 有關於這個 我們的 萬能路 可以一個 對於民眾有解決的方式 我是說 這部分是要讓 那個 我們的公部門這邊 要積極去協助他們 事實上他們也不知道如何去解決 那 那個繳稅時間又快到了 那到時候 我們又沒有告訴他解決方式 到時候他就只能要多繳四十多萬的遺產稅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跟國內局中立基金所已經有聯絡 好 請進班人跟納粹員再做一件事 我知道那是因為我反應之後再聯絡 對阿 所以這部分 我希望未來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事情 還有沒有類似的事情 我希望這部分的話 在未來我們處理事情的態度上面 應該是積極主動去協助他們 幫我們找出方法 可以了解實際的狀況 而不是說叫我們恢復農用 我想這個到時候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笑話 好不好 那 時間不太多 那我想 快速提一個 請主張請坐 那個農業局 不好意思 那個 局長喔 我之前有跟妳提過 像是我們那個 中央農糧署 現在對於整個一個休耕的狀況 他要朝向活化的態度 但是喔 我們要辦理一些什麼 像是工作困難地區的時候 這個認定的部分上 我們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局長知道這狀況嗎 是 因為農糧署為了活化這個計畫 是實施一做一修的制度 我們今年有申請了15.27工程 這是又被農糧署 15件被農糧署退回 現在正在跟他反應當中 我們就是馬上積極帶來 是 因為這個部分真的是 我想喔 這個中央單位喔 可能真的是不瞭解地方的一個痛苦跟需求 像好幾個案子喔 像這個案子呢 他確實已經被判定 他的水源是汙染受汙染水源的 那水利會呢 也告訴他 確實這附近已經沒有替代水源了 那要申請辦理那種工作困難 工作困難 但是呢還是被打槍 他因為他要告訴他說 雖然你沒有水源 你可以用天工田 也就是說你靠雨水就好了 這個一個說法 我認為是相當不切實際的 那不了解農民的痛苦 農民的需求 那這些農民喔 都不能控制自己的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留任兆留言 時間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然後市長 然後再徐主長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來討論 那個首先這個應該 看到這個 那個議題應該是 交通局 高局長 這個應該是你的吧 這個應該了解 這個案議題 不管是 本席從去年討論到現在 甚至在 這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很多議員都有討論過 我們憑證 5月1號開始實行脫掉 那歸根究底 違法 這個就是要處理 這個大家都沒有意見 但是 我們就是有一些數據來統計 這個其實數據 我相信黃靖民議員也提過 我在去年的時候就提過 我們的 訴求是說 所有配套措施都做好以後 在省慎上路 那 想不到我們5月1號 砰 就馬上就那個 然後你知道 你知道5月1號到現在 目前為止 我們憑證大概拖了多少嗎 有大概了解嗎 將近300輛吧 將近300輛 那我就 因為我們直接跟桃園跟平鎮比 因為桃園跟平鎮是全區在拖的 桃園跟中立是全區在拖 跟我們平鎮是一樣的 桃園跟中立的平車格數 將近都是我們的 這個倍數我可能 因為太多了 將近差了50倍 如果是機車跟汽車這樣加起來 就等於是差了將近50倍 然後我們以人口數來算的話 我們將近是人家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而已 我覺得說 以這樣的配套措施 然後要求 就馬上來取締我們的平鎮的這個 市民 要他 他沒有地方停 所以他有時候 暫停放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他拖掉走 然後 我們每次直區 局長 你給我們的態度都是說 我們一定會針對 對擋到有阻礙交通的部分 才會優先來拖掉 對不對 這個是 目前 平鎮是只有在違規熱點 也就是 違規次數比較多的這種點 這種路段 平鎮才會脫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平鎮的路邊停車場 以及路外平面 或者路外立體 目前我們都有規劃當中 當然因為 路外停車場的興建 是趕不上我們車輛使用的增加的 所以呢 市政府呢 針對路外停車場部分 我們一直都在做 包括平鎮 我們也目前有四個點 在評估當中 至於 您剛剛談到的 這個 為什麼要去拖掉 我們一再的說明 路邊的 違規的停車 我們會有優先順序的 不是說 違規我們開單 但是不拖掉 只有影響容量 影響安全部分 我們才會去拖掉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 好 這個前提大家都要了解 大家都沒有問題 大家都可以接受 就是 配套措施 好 沒關係 你現在就說 我們一直來做 我從去年在問的時候 你又說我們正在規劃 正在努力來做 過了半年 我覺得你現在的給我答案 還是一樣 我們正在規劃 正在努力來做 市民看不到效果 但是拖掉已經 就在迫在沒 拖掉已經進行 好我們就進來討論 剛才你說 平鎮跟中立 所以拖掉的車數 就五月開始拖掉到這樣 單比五月到現在為止 你說差不多嘛 對不對 拖掉的車輛差不多 那我再進一步來問 就我們跟那個拖掉 那個承包商 那個合約書 訂的部分 拖我們平鎮的車輛 是不是有額外的利潤 跨區的話 這個我們給付業者的部分 是1.1倍 有嘛對不對 是1.1倍還是1.2倍 就我瞭解好像是1.2倍 1.1 好不管是怎麼樣 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中立的拖掉車 跑來我平鎮拖 反而我們還要再給業者多的錢 那對我們老百姓而言 我還要額外負擔計程車去 到中立拖掉廠來領車 這樣算不算一層羊剝兩層皮 我們用人民的納稅錢 補貼這些業者 讓他鼓勵他來這邊拖 所以他的中立的人口 是我們平鎮的兩倍 在這一段執法期間 平鎮的拖掉的車輛 你說跟中立一樣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懷疑來判斷 他是為了要賺錢 所以他就盡量往平鎮來拖 在平鎮拖掉的車輛 都是類似並排或者轉角 或者是公車站牌 影響安全跟榮樣的部分 我們才會拖 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不是違規就拖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實際上很多巷子裡 今天早上里長才跟我反應說 為什麼我們的巷子裡 拖掉車來了三台 拖完它回來又繼續來拖 它是巷子裡 原則上可能就是家門口而已 但是我要質疑的是說 我們簽這個合約 簽這個合約的辦法 我們這樣子讓業者 他額外有1.1倍 1.2倍的利潤來平鎮拖 難道你是業者 不是以盈利為目的 他不會都來平鎮嗎 我想這不是利潤的問題 因為他的拖掉距離比較遠 必須要有這樣一個調整的 這個運價的機制 他本成本本來就高 這點事要特別說明 對 成本是高 那我問你 拖掉廠是不是在民泉路那邊 是 民泉路如果他都盡量拖民族路 平鎮的民族路段 平鎮的文化路段 是不是反而比他拖 中立的一些農鋼地區的更近 事實上我們的保管廠的設置 我們本來就有規劃 但是呢因為這個 拖掉規費的問題 比偏低的問題 所以呢沒有辦法新增拖掉廠 事實上呢 既有的拖 這些拖掉點 熱點 距離我們現在 中立區民泉路三段 這個保管廠 他的拖掉距離 都在五公里範圍內 都在五公里 是還好 五公里範圍內 好 你一直強調拖掉熱點 但實際上 有違法的 不管再怎麼樣 呃 地方 里長反應 或者是地方人事反應的話 我相信都會去拖掉 這個應該跟熱點沒有關係啦 本期現在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省政來考量啦 因為第一個 他來標這個案子 老實講他不是做公益 他一定要賺錢嘛 他要養人 他要維護他自己的拖掉廠的支出 所以他要想辦法 來 來 有這些收入嘛 那我們是 如果他 一直來憑證拖呢 他一直來憑證拖 他額外地段會多 然後我老百姓額外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來取車 這樣子我覺得這樣說不過去 基本上 脫掉是一種 提醒我們的用路人 要遵守交通規則 這是非常重要一點 一個進步的程式 市民本來就應該遵守交通規則 我想這是大家有共同體認的 局長我知道啦 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這樣子問題 你這樣講我都認同 那我的訴求 我的講法 我覺得說不合理的地方 我講給你聽 我們老百姓 我剛才也是重複 老百姓這樣子 你讓合約這樣子的地 如果我是業者 我不會齊言 我就盡量拖憑證 反正隔個民族路旁邊就是憑證 我只要開單的地方是憑證區 這三個字 我業者就可以多收錢 那我業者當然盡量往憑證拖啊 這合理 合情合理 而且你現在五月執行的現在狀況 事實也是這樣子顯示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說 在我們的脫調開始之前 我們都有一個 鉗制的所謂的勤錢的一個教育 脫調是由我們警察局的警員來領導的 那麼我們事先也跟警察局做個協商交通大隊 在勤錢教育的時候 我們是針對 違反 安全跟容量我們才脫 我想這部分是 一定都是 一定都會遵照警察的 但是老實講啦 業者如果說啊 一直安置警察往那邊走的話 有多少 你覺得會不會就往那邊盡量往憑證拖 有這種可能性嗎 我們不能討論說沒有證 不能完全排除嘛對不對 所以 違規停車的地方到處都有 但是我們給一個誘因給一個業者 誘因說往憑證拖 我就給你額外的 有額外的那個1.1倍1.2倍的 那個 市長 議員 其實這樣說有點把問題說偏了啦 業者通通去脫憑證也不會比較賺錢啦 他成本比較高 所以1.1倍 增加10%不是一個很多的錢 那個 他這整個脫掉費用其實都屬於偏低 我們現在要執行的時候 目前誘因也其實不太夠 坦白講喔 那個中立跟憑證兩個這個生活圈 其實是在一起的 那憑證 我想議員想突顯的時候 比如說憑證停車不足 那請交通局把憑證的停車位 該如何開闢的 還是要依照計畫把他開闢完成 但是現在脫掉熱點 都是妨礙交通的 比如說並排停車 比如說阻礙到社區入口 里長 里長他也會來提報啊 里長有可能有兩種角色 第一種 他的條卡被掉了 他跑來跟議員講說啊 這不應該掉 也有另外一種 那條卡說他門口被被並排停車 他要求來脫掉都有可能 我覺得個案我現在沒辦法 知道說你講的是哪個個案 但是請交通局第一個 平鎮的停車場開闢的計畫 立體也好 路外也好 趕快開闢 第二個喔 脫掉的這個熱點熱區 讓議員了解 那這個其實喔 坦白講從這個 他剛剛說明的理由是在五公里範圍內 目前是民權停車場 那平鎮的地區 能否設置新的停車場 我們請交通局盡量Push業者 趕快設置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市長剛剛提到的重點 我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 你這樣子現在拖到回中壢 你讓業者有額外的那個 然後我們自己平鎮人去領車 又要額外的成本 那不妨 既然 好你要脫掉 取締違規 好那你就在平鎮找個停車場 在所有配套措施 停車位不足 然後 沒有在平鎮脫掉場的部分 這些都還沒設置好的部分 我覺得說我們 這個局長是否來演繹一下 是否這個 脫掉的這個動作 是否要怎麼樣來調整 我覺得這個 你局長來考慮一下 我覺得 加強 我們脫掉技術性的 一個勤前教育 是很重要的 讓我們的脫掉 讓民眾覺得合理 好不想 這件事我們未來努力的想像 好 你那個脫掉 我希望那個警察局這邊 警察局這邊 脫掉了那個所有的SOP 然後搭配那個 執法單位的時候 你要把它做好 有些廣播 你要幾秒之內把它 脫這個車子要脫掉好 所有的規定都有 在這些 你這個動作要確實 不要讓人家感覺到說 你脫掉車一來 好像在趕時間一樣 我趕快操一操 趕快上車趕快拖走 就這樣子 然後廣播聲音讓人家聽不到 就會這樣子 這部分我們有標準作業程序 這個也有公告 請放心 謝謝 好 這樣子好 謝謝這個部分 我們到時候再討論 好謝謝局長 謝謝警察局長 OK 不好意思啊 高局長 這好像又是 又是你的議題 進來討論 那個 我們的平鎮公車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 我們那個桃園 的公車數量有幾台 你知道嗎 目前五家客運業 大概是410台左右 你真的 很不錯 你們輔會聯絡人都做的 真的很厲害 沒錯 這報表上面來看 我們有400隻台 好 簡單來比 我們現在是六都裡面 應該只有領過台南 台南讓人口少 或者是它是古都 或怎麼不講 我們跟新北台北 甚至高雄來比 我們現在是人家的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甚至快十分之一 我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要檢討的地方 我們現在升格層直轄制 未來有捷運 整個串聯 所以我們的公車數量 是不是要努力 然後 本集在去年質詢的時候 我一直在要求就是說 我們要引進公車業者來競爭 有競爭 服務品質才會提升 這個是重點 問題 過了一年 我局長可不可以間斷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 分對公車是怎麼樣 引進 本市以外的 其他都市的客業者 進來我們 桃園市來共同經營 共同來競爭 一項是市長的策略 也是我們交通局的策略 當然 那 新的客運樂 進到我們桃園市 它必須要有調度站 土地的取得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點是對新來的客運樂 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那麼我們一再的協調 台北市有兩家客運樂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談 可是因為土地找不到 調度有困難 所以這一點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很快的一刻 但是呢 像土地的客運 我們就已經積極找他進來了 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未來我們有查坐的方向 繼續努力 升格之後我們的交通公車的數量 有增加多少台 現在是410台 升格前有增加嗎 應該是有增加吧 至少我們目前去年 我們就增加了將近60台 好我希望說這個議題 我們每年都會來關心 我希望我們的速度要趕快 集體直追 第一個公車數量要足夠 才能搭配整個交通網 這樣才能鼓勵大家來做公車 然後你的服務品質要提升 這個部分好不好 那 既然我除了討論公車的路量 我要這樣來討論 我們那個低底盤公車的部分 我們低底盤公車 我們低底盤公車 我想討論的是說 局長 我們現在低底盤公車的數量有幾台 全市就是分屬五家客音樂 大概是一百三十五台 好 那跑的區域呢 跑的區域因為它是低地盤 所以它必須走在平路上 三區路段它是不能行駛的 它是有設計行車安全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們在新闢的公車路線 我們一開的要求客音樂 要增購低底盤 我們才允許它營運 那同時呢 我們也協助我們的客音樂 向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計畫 你們去申請低底盤大客車 購車的補助 這個我們都在做 我們每一年 從一百年到現在 我們的低底盤 都是逐年的增加 我把數據列出來給你看 你剛才講的都沒有錯 都很有道理 低底盤公車最需要用的是哪些人 是老幼婦爐 老幼婦爐一般來講 我講好了 老人家他比較會往哪些地方 醫院 我們現在的路線 請問針對醫院有設置低底盤的有嗎 原則上通往醫院的路線 我們都有低底盤 但是我這樣子 我這樣子 這資料也是你們局裡面提供的 這個路線看起來好像都是 跟交通 就是可能往高鐵 機場交通路線這一些 比較 我希望啦 簡短來說我們可以 是否來調整 來面對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最需要用到低底盤公車 是老幼婦爐 他常去的地方 我們希望公車業者 都能搭配這個部分 一起來努力 除了數量要增加 路線是否來考慮要調整 那個部分我請局長 我想議員講的非常有道理 這部分 我們未來呢 會跟客運業來協調 通往醫院的這些路線呢 盡量增加低底盤 好 局長不好意思 再問一下 這個也是你的嗎 自行車步道 自行車步道也是你的嗎 是 好 今天都是你 好 自行車步道我簡短提一下就好 我希望說 這個資料 這個報告 我們都有 然後我也請你們局裡 跟區公所提供 我們憑證目前部分 有好幾個 已經連成自行車的路網 已經慢慢出現出來的 然後搭上我們的水務局 我們現在水務局 要來做整個 水務局那個 老街區整治 然後自行車步道也要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加上我們的 U-bike 現在也要開始來推 好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自行車步道來努力 很多地方的斷點 不足的部分 我們把它串連起來 來克服它 因為 我們的路線 這樣子 憑證可以畫的 已經弄得很漂亮 但是實際上 現行的狀況是 現行的狀況還是有很多斷點 比如說我自行車騎一騎 騎一騎就沒路了 或者是設施標誌不良的部分 我希望 這是一個大案子 我希望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市政府 可以認真來規劃 把這個自行車步道 整個串連起來 連結到老街溪 讓我們的自行車步道的路網 可以是我們 憑證的一個特色 這個部分 我們來努力 可以嗎?局長 謝謝 一定的 那自行車路網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都在 這個 全線的 整個市的 所有的路線 我們都在做檢討 那斷點在哪裡 我們也都知道 分別由我們府內的各 其他參觀局處 分別在做斷點的 接通的一些處理 另外呢 路網的齊稱環境的安全 我們也現在都在做 我們預計在年底以前呢 將274條的自行車路線 全部把它改善好 把交通工程做好 好 這個資料 我希望你來努力一下 好不好 好 未來我會繼續追這個議題 檢視這個案件 我希望我們憑證的路網 整個把它串連起來 讓它變成一個憑證的特色 是 現有的資源 以前相公所時代 事公所時代 所做 有不足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們來重新檢討 搭配我們未來 要推行的U-bike 數量會越來越多 所以 這是一個我們地方特色 我們把它努力起來 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麻煩局長幫忙 好 好 謝謝 沒有 最後我想那個 再跟我們地方說服局講一下 請麻煩再協助我們的 局長 不好意思 那個 剛剛針對那個 風水保地的問題 麻煩 儘快協調區公所 我們來去縣刊 了解一下狀況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議長 在這邊 我也謝謝市長 謝謝各位局處長 針對 我們人造跟均豪剛才的質詢 我希望說 一些建設部分 麻煩各局處長 定期會開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下鄉來檢討來看 那個 一些使用量不足的部分 或者是自營車步道 需要重新規劃改善的部分 我們 要麻煩我們所有的局處長 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市長 一起來努力 在這邊 我要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 李光達李議員 以及蔡永芳 蔡議員 共用4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議長 市長 我們市政府的一級主管 我們府會聯絡人 還有媒體記者先進 好同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水護局局長 請問一下你昨天晚上有沒有睡好 昨天有一直在看這個手機 我跟你講 我們勤跑基層的民代 本來就睡不好 昨天特別的睡得不好 因為昨天來了一個鮑魚 今天凌晨 我要去後站查看 結果因為下不去 因為民族地下道也淹水 還有我們的建國東路12巷 還有紹興街 桃英路 還有整個我們的素仁山街 還有很多局部地區 包括我們的福原街 我想 後站的一個治水 我們的後站的居民 真的是委屈了 去年這個同時 我們的王副市長 還率領我們的水護局 在我們的橋下 來舉辦 邀請的一些里民跟里長 來說明未來東門溪的一個整治 結果一年多過去了 成效如何呢 我今天本來是要罰站 因為等一下 我不是要讓你難看 是要讓你好好的檢討說 未來這個東門溪的整治 如何確保我們後站地區 市民的身家財產的安全上 邀請你多盡心力 但是因為有很多議題 很多淹水的地方需要你去處理 等一下你代理人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趕快去協助處理 把這個善後 把這個抽水的部分 趕快把它解決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想不只有北桃園 包括浦中路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子 我們去年 在颱風來臨之前 我們如臨大敵 也到大樹派出所附近 看到的只是沙包 我們市長也帶隊去看看說 萬一暴雨的時候 這個防洪的部分 有些機具的一個展示 請問這次有沒有拍商用場 我們現在陸續都跟這個 城商來調派相關的這個機具 來幫忙做水機 我想水屋的部分 治水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另外當然也不是一觸可擊 不要什麼事都寄望說 在我們鐵路地下 才來整治一個東門溪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包一座我們現在就是有這個 桃林鐵路的一個分紅的案子 可以把它的這個 東門溪的水可以分到 昨天的暴雨 打亂了我今天質詢的內容 本來有給媒體記者先進的資料 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很遺憾 我希望你們在盡心盡力 不要再關在辦公室來治水 好不好 我沒有關在辦公室 我都會很努力再來解決 多數去走走 看有什麼問題 預算也給你們了 希望好好去爭取來執行 好不好 是 你請坐 謝謝 市長 市長早 早 市長 我早 上禮拜 約你說我們 這禮拜 你答應我說要來中城裡 把水面那些 公二十四公園開發 要來承操這個 情結車的問題 市長也是接受到我們 里面的陳情 要來接近 感謝市長 謝謝 他們有些訴求 我們竟然完成 一定要如期開講 進數來完成 但是呢 我才去接到我們議員公司的定位 要去他的服務處 十二點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是希望說 這個公共的議題 我們可以去取負 不要去受人的 空間 當然這沒有什麼堅不忍的 不得人的事 我是說這個 這是一個問題 我是說從政者 為政者 我想大家都在北東情況 我不是用 不北東的心態來看這件事 我是願望市長 還可以兵起方式來處理 好嗎 好 謝謝 每個議員約我都會去 謝謝 市長 我們台鐵桃園捷運化的地下化 可行評估 已經在前個月廣邀 鄉親在舊站的大廳來舉行過 由秘書長親自主持 工程顧問公司 劣席來說明 經費的概算 工法還有桃園站 中立站一個站體的藍圖 細部也提到 包括開挖連續幣的時候 如果要占用到私人土地的話 公期期間 我會租用的這些細部的一個問題 市長 身為民意代表 我們常常被問到 鐵路地下化確定了沒有 我想交通部出審已經通過 就在明天 要來進行副審 最後是要來行政院來核定 市長有沒有信心通過 我有信心 謝謝市長 這表示我們市長影響力很大 也有把這個 新內閣團隊 這個是桃園需要的建設 桃園建設相當的一個重視 當然要歸功於市長在政權交接前的一些分手努力 這是我們市長的功勞之一 後面仍然有很多工作很多議題要處理 那包括經費分擔 還要再努力 那通過之後呢 何時可以動工 出品公期多久 預計何時可以通車八年或者十年 這個等通過之後 會針對如何縮短公期 比如說它的環評的程序能不能用環差 還有工程的設計規劃等等 我們會在國發會審議通過之後 會跟交通部協商出一個完整公期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也是對我們桃園發展未來影響很大的工程 將來跟綠線捷運是一個共構 特別是綠線的一個影響 請問市長 在時程上跟綠線會有什麼關聯性 我們桃園站會共站 共站不共構 但是因為它將來的桃園站 會成為一個我們交通樞紐 那包括捷運中線 市民如果可以期待的話 是鐵路捷運地下的話 先完工還是並行 綠線會先完工 因為綠線現在PCM已經上網招標了 常理上當然也可以各自通車 應該技術上沒有問題 共站不共構 我們會讓綠線先通車 在本市的都市計畫裡面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計畫 桃園都市計畫 中貫路桃園內立間都市計畫 南崁都市計畫 桃山都市計畫 巴德大南大西大西鋪頂 還有我們大西大園果林 大園還有大園果林都市計畫 這些以桃園市北區有關的都市計畫 當然我們是沒有刻意要去分南北 但是其中呢 特別關於我們首善之區 所謂桃園區 最有關的是三個都市計畫 第一個叫桃園都市計畫 第三是中貫路桃園內立間的都市計畫 還有南崁都市計畫 其中又以我們的桃園都市計畫 中貫路桃園內立間的都市計畫 這兩個計畫 對我們的舊城區 以後站的未來發展的關聯性最高 我想後站一定要發展 後站承受了淹水 還要承受了這樣的一個 什麼怎麼講呢 外勞之都或者怎麼樣 或者黑黑臭臭臭 這個景象 我想對後站的基民 那些市民是不公平 請問市長 這兩個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 的考量 是不是一定要跟鐵路地區 綁在一起 我把三個問題問完 再請市長一邊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我問的 第二個 與所謂的高速鐵路 桃園車站特定計畫的關聯性 又是如何 會不會因為遷就高速鐵路 桃園車站特定計畫 而影響到 我們臨時站 前面的一個岩坪路 大陵路跟吉林街之間的一個開發 因為這裡目前是商業用地 還有廣場第一種用地 還有工業區的第二種用地 目前就是倉庫 這樣的一個檢討評估 變更時程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 後站繁榮的進度 請市長回答 那個鐵路地下化 當然會增設車站 那原本桃園站 也會做都更 所以確實可以 因為鐵路地下化 我們來做都計檢討 但是現在也可以做 您講的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所以我想 桃園的都市計畫的檢討都可以做 市長提出了很好的構想 就是要把全桃園市 33個都市計畫 整定為6個 當然這個構想 它是分做6個區 它的功能定位分區來定位 這還有內政部的一個支持 市長這個概念 市長這個概念 跟我們李前總統 就是說台灣必須要做一個 國土重化 分成六大區塊 以產業別 它的作物的一個生產 來分別 市長這是一個大檔 國土計畫法通過以後 明年內政部會定全國的國土計畫 那我們也會按照國土計畫的精神 跟內政部的授權 會把桃園的發展區位分好 市長你提出這個33個都市計畫 整變成6個 這是長期來看 這是大檔 有前瞻性的一個想法 本席給市長肯定 謝謝 在想請教市長 當您有這樣的想法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目前都市計畫案的一個進行 都不會 不會嘛 如果不會 所以市長提出來的 想法是一個未來式 因此我們還是暫時要回到 現在的通盤檢討 都不受到影響 我們既有的通盤檢討的案子都往前走 因為就是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回到現在市 現在市的話 就要依循目前的都市計畫原則 進行檢討或西部的一個計畫 對 沒錯 沒有錯嘛 都沒有受到影響 繼續往前走 就已經在進行公展的縱關路 桃園內地間的都市計畫 或者應該要進行檢討的桃園都市計畫 在玉山街平交道兩側的鐵路 南下 南下的右側 目前的道路名稱 兩邊都叫玉山街 計畫道路 右側是15米 井陵工業區 工以13 工以14 然而過了鐵路平交道 往堅里山巴德方向 鐵路的左側 目前也是供汽機車行駛的玉山街 路幅非常的狹窄 是通往巴德立行街 街陶德路的一個要道 市長你也去看過了 該段的玉山街 不是計畫道路 它不是計畫道路 因此暫時無解 我想 但是本席認為 不能因為這樣 在任期交通來擁設 除了有行車的不便性之外 汽車交費困難 還有潛藏很高的一個危險性 兩側的一大片是工以10的工業用地 再連接一大片的農地 請問市長 是不是應該再擰定細部計畫 再規劃出一條計畫道路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想必對我們的市政是很大的一個建樹 當然 還得接續來新闢改善道路 如果市長沒有這樣的想法或計畫 除非有更好的一個構想 要不然很難說服市民 包括本席 市長當然也可以說 八年或十年後 當鐵路地下化之後 目前的窘況就可以解決 但是終究還是要透過都市計畫 徵收手段來達成 御山街它不是計畫道路 現況就是上下班都會擁擠 我請交通局跟都發局來研究說 有沒有可能分流 有沒有可能替代 那如果有的話 那在都市計畫檢討就把它列進來 我想市長再請都市來關心這件事情 這個如果能夠用既有的都市計畫手段來解決 我們仍然要不是每個事情都等鐵路地下化 不是這樣子的 我是希望這樣子 我講的是要讓市民在未來的四五年內 四五年內甚至更早可以期望 都市計畫不是看四五年 都市計畫其實看蠻多年的 沒有錯 但是我們市民所要看到的改善改革 會有什麼新的一個做法 如果不需要經過都市計畫一年就改善 如果要經過都市計畫就要循程序來 所以四五年能夠做到 甚至於提早的話 我相信應該跟鐵路地下化來同時並行 這個議題我請交通局針對御山街 周邊有無替代或分流的計畫 所以市長剛就說 我們整個都市計畫沒有與地下化脫鉤 只脫鉤處理 地下化會帶動整個都市計畫 但是其他的檢討案 目前的都市計畫 目前都市計畫 往前走繼續走 如果說只是考慮說 地下化自然成為平面道路 而且是沿路 25米的路廊直接通中立 全市兩側的貫穿 當然自然是迎刃而結 這我們也樂見是這樣子 但是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地下化確實需要時間 但是為了我們桃園的長期發展 仍然要把這個案子完成 如果只有8年10年的時間 來看待一個整個地下化的完成 都市計畫的調整的選項 當然就很多了 包括我們目前的中平路 直接貫穿原來的桃園都市 擴大修訂計畫的農業區直通八德 地下化之後當然是很好處理 但本席一方面也期待 但一方面也擔心了 六都的評比市長 很快就要進入第二名 甚至第一名的鄭市長 您很努力在打造幸福桃園 各項建設都在啟動的桃園 人口增加迅速 人多車輛當然也多 我怕鐵路兩旁的跨越交通 會雪上加霜 除了我剛講的玉山街 當然也包括介壽路上下三明路橋 國際路一段也塞到台義線 講到塞車問題 尤其是尖峰時段 那可多了啦 真的是很多 以前有一個天才國防部長 一難死於軍中 他說哪裡不死人 我希望不要用這樣的心態 來面對說哪裡不塞車 我們的都會區也處處會塞車 相信別的縣市都會區也塞車 但是要有改善的作為 我相信市長也有這樣的 想要作為跟企圖 嚴重的瓶頸路段 我剛剛提到 除了我們現在的村日路與南竹路 往南侃的中正路的貫通要道 後站的櫻桃路 桃園區剛才提過的國際路跟文中路口 再延續到大新西路三段的南桃園交流道附近 還有文中路跟龍安街口也塞 問題在哪裡 我請問高局長 文中路跟龍安街口為什麼會塞 文中路 龍安街口往內立方向 外側的車道 明明可以右轉上高速公路 路旁是有標示的 然而我們的用路人 卻容易忽視 是不是可以 既然標示沒有用 是不是可以從號制 從號制來做一個指示 要不要再會看 不要再請我會看了 已經會看很多事了 很多民代 我們議員會看很多事 你們自己去看 有什麼問題可以來解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喔 我們上海路 也延塞了 因為秒差的問題 從秒差一併來調整 好不好 基本上 已經延塞到什麼程度 到國強一街了 在文中路我們再往內立走 往龍壽街方向 龍山國小側門 有一百四十幾位學生 百分之九十的學生 是尋國風時街 新安路進出 中間 我們來看這張譜 中間喔 有一個什麼 花圃啦 有花圃 有這個水泥體 這裡是衛家蓋的桃園大運二支線 因為這樣子 導致交通混亂 一千四百二十幾位學生 其中我們桃園區有龍崗龍鳳 還有龍安里的里民的小孩在這裡上學 還有盧竹區 盧竹區的中府里 有五個林 還有新興里 有六個林 我想 是不是說我們的水務局 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的公務局 一起來改善這個路段 一起來改善這個路段 可不可以 可以嗎 還有我們警察局 我們這裡 是屬於盧竹跟桃園的一個交界 萬一 學童在家長接送 發生小差狀事故的話 有一些要找大族派出所 有一些要找我們的龍安派出所 可不可以把它整併成一個派出所 大族太遠了啦 那我們就請龍安派出所 到時候你們再指示一下 再者 我剛剛提到 後站市長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們講到這個 跨越平交到這個 擁栽的問題 我提到一個解決方案 Solution 給市長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的 目前的國際路一段 大鼻塘 目前這裡 這個橋下道路 橋下道路 這個往巴德 現在只做到 大概這個區塊 對 我建議 跨越皮寮溪 還有我們斜中溪 對 構築 橋 兩側構築橋 當然 還有一個很發揚客服的一個問題 目前 這是目前的一個橋下道路 非常的美麗 平坦 這還要跨越這個 這個 我們講的 皮寮溪還有斜中溪 可能要客服的是說 鐵路的部分 這個高度應該是夠的 暫時性的一個穿越 可以解決暫時的一個問題 我想市長可不可以納入一個評估 好這個來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便道 也是很多 很多我們地方的居民超進路 喜歡走的 這個直接打通之後 直接連接到台一線 龍安街口的附近 可以疏解到 我們國際路一段 跟台一線一個交接處 原來就應該把 國道二號底下 兩側道路都做出來 就跟那個台三十一線一樣 這個再拜託市長 這個請交通局來研究 這個因為國道二號底下 就是部分路段有通 部分沒通 有無可能從那個 這個其實從巴德和平路 一直到國際路 再到中山路 再到龍安街 我想 不過這中間有一段 我要跟議員說明 經過中路 上海路路段 這邊目前是沒有通的 這邊是地方上希望把它做成步道區 我只希望它通到台一線 就是往內立方向 中山路到國際路 國際路到接收路 我是站在一個宏觀格局 來看待 看待這樣的一個道路的一個新壁 因為這裡 有利於巴德跟桃園區 這一條路呢 我請交通局來研究一下 有無可能把它打空 謝謝市長 那我們再回到 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 徵收與利用 我要講的還是 中間路桃園內地間的都市計畫 從日本311近期的北九州的強震 最近台灣地震也非常的頻繁 人人文正色變 我國未處於 環太平洋地震帶 本來地震發生的次數 就相當的頻繁 雙北都已經設置了防災公園 請問市長 上任到現在 我們有規劃 要幾座防災公園 其實我們現在大型的公園 都會具有防災功能 那包括疏散 包括滯鴻等等 市長 我這裡有一個不錯的建議 您參考看看 本席建議市府優先徵收 縱關路桃園內地間都市計畫 桃園區公二公園 並規劃全是第一座 都會區防災公園 示範公園 以備不時之需 未來能規劃一區 一防災公園 逐步推廣 桃園區人口密集 其中中路地區 公二公園預定地周邊範圍 包括中坪中山 中原裡大約2萬餘人 還未寒周邊的裡 目前僅有中校公園 仁耐兒童公園 及4243用地 市場用地 如果發生像921大地震 在桃園市的話 但我們不希望發生 恐怕無法容納 上萬人逃生及疏散 局後續災後的安置 本期建議市府公務局景觀防災科 盡速辦理徵收 或者以容積移轉捐遞給本府 推動公二公園 五千八百餘品 規劃防災公園 以備不時之需 防災公園當然可以結合國民運動中心 及開挖地下停車場使用 國民運動中心 除了已經新建完成PCM招標之外 未來也應該朝向防災及災後收容 多功能的一個規劃設計 請問市長 對本期這樣的提議 您能不能接受 我想這個分兩部分來回答 第一部分就是說 公二公園的徵收方式 因為一般徵收的成本非常高 要十幾億 那所以現在採取容易的方式 來取得土地 市長 或者我們 市長 站在公益性來看的話 總圖書館美術館 都是有公益性 我想防災公園 公園的新幣 十幾億我想 這看要不要做而已 拜託一下 防災公園很多 不是只有一座 現在防災公園我們設很多 市長再參阻一下 我們不要糾結在 防災公園的這個議題上 就是說減半徵收 或容易 這兩個方式才可行 減半可以 我也能夠接收 用區段徵收的方式 比如說他現在6500多坪 因為從我第一這個會請教市長 到現在 我們容易的部分 我沒有看到成效 有 現在容易的14%了 好 再者請教一下那個 金發局長 在我們的 剛剛同一個計畫區 你們的第二市場用地 跟第三市場用地 都是0.47公頃 請問那個區域需要那麼多市場用地嗎 這個是早期規劃 在縣府時代的規劃 先是說 需不需要那麼多 現在目前我們 因為有東門市場 這個地方目前沒有需要用到 不要那麼多 那都發局長有聽到 還有農業市 對 都發局長有聽到 我們金發局說 不用那麼多市場用地 那是不是來變更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 工作設置保留地的通盤檢討 會把它納進來一併 謝謝 以上今天的質詢 拜託我們各局處 還有市長多指導 還有多配合 好 謝謝光大議員 謝謝 謝謝 那個習近平 他的司機 肚子痛 沒辦法開車 結果習近平說很貼心 你坐牢我來開車 叫在樓口 叫警察人家找到 警察說 呼叫總部 我找了一個大位 有多大位 我不知道 什麼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找了習近平 有夠大位 他的司機是習近平 我剛才等很久 要把我們光大援破爪 結果他沒辦法援到 就表示光大比較大位 那個 水務局長 那個議面中心應該 要成立了 成立了 在早上7點就成立 那個 其實 紅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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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比較暗算 抵當不再暗算 是 下載的大火也不再暗算 沒大條 沒大條 我跟我們兩人請教 是 我們那個 長坡區 我們有邊預算 長坡區有邊預算 那經常淹水嘛 所以你有 有一個什麼 臨時抽水站 那個部分對不對 是 像剛才前行 套早入獎 我們契約廠商 那不可能有派人 套早就 隨機等 有 這個跟議員報告 我們需要作業時間 那 我跟你講 契約 就要打 有打 你們看怎麼樣的處理 跟中央氣象局怎麼處理 如果要緊急的時候 他們的人 幾點 後開始漏的時候 多久的時間 就要等 單創什麼 單說 真正水也真正大 沒走過來 頭風大鑽的時候 水倒擠 就要水抽嘛 對不對 是 你們現在有這個問題 以前這個情形 水離開的水門沒開 現在 都在堵水 要創嗎 鍋子要用 補殘 這不行 你那個臨時抽水戰 有豐富在 沒人在顧 沒效 你說 真正 怕是怕這個陰水 不怕風大 風大最沒有一天兩天的時間 可以 可以這個情形非常嚴重 對不對 好 請離席去議面中心 謝謝 謝謝 我去想好 那個 其實跟各位講 現在那個 可以離席啦 現在那個颱風的行程 因為溫室效應 所以說行程的點 以前都在關島 現在行程在哪 可能接近台灣 有可能在巴士海峽 更有可能在台灣海峽 所以說 讓你完全無法控制 所以現在的應變措施 絕對不能跟以前一樣 過得按部就班 就好像參與方的總質詢 絕對不會造稿念 那跟各位講 政府機關 不管怎麼樣 敏感度要特別高 要特別高 我相信今天早上最忙的是誰 警察 消防 為什麼 到處在淹水 我早上淹水 淋雨淋了兩個小時 淋來口也淋起來 當志工 早上聽到這個雨聲 我就知道不妙了 就知道不妙了 那我希望說 在那個合約定定上 尤其有契約廠商 拜託 打得更多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打那種 一定要怎麼樣 還要我們通知怎麼樣 要怎麼樣 其實可以定好一點 應變這種措施 那另外 各位看一下 蔡洋芳也大腳的 光達在那裡 這張還沒說好 這張稍微變 那個新聞 新聞處 這誰知道 公務局 知道 水務局 人離開馬鈴 這都誰知道嗎 這是染線 染線 水高 沒多看 根據經驗判斷 夏天 的第一場雷震雨 不管是淹大雨淹小雨 絕對會淹水 為什麼 水高 沒去清 家裡的水槍 沒去清 早上我去活動中心 李市長跟我說 阿虹阿虹 那個 冷氣溝那水灌進來 是不是冷氣溝有問題 我說不是這樣 是你水槍沒清 水 黑肉 有去灌進來 我去看一樣是 妹妹幾大妹 沒一堆的本手 表示 很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預防 可以稍微改善 我希望 新聞處跟公務局 根據這個問題 回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好請坐 謝謝 第二照 有誰認識金城武的 多認識 那請問一下 那個消防局長 你請我最高興 蔡王方帥還是金城武帥 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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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看 這個金城武宿 那個地方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特色 一張手 因為鳳台的關係 因為它挖道 它挖路邊 倒去 所以它怎麼做 它把土蹄架 顧金棍 再把它圍起來 有啊 用蓋子 再把它拆起來 這手的做法 對不對 你請坐 我們叫公務局 這是我們八個 我們八個 黃新路 你知道嗎 黃新路 新新路 那邊一個問題 因為 好像去年 有一棵樹 吳玉菌的 就倒塌 對 造成了 人命 往生 後來咧 我們公所公務局這邊 給了一個建議 說旁邊 它做一個 它挖起來 把它挖好 因為 點子把它挖起來 所以 它因為 可能 這樣子樹比較容易死掉 可是 很多問題 正常一棵樹的樹穴 要有多大 原則上 想要是 三米乘三米以上 三米乘三米 因為它是金城武 所以這樣把它挖 對不對 要把人的死命 挖緊 還有包圓 我們死命 沒有十錢 結果我們怎麼做 扣到一顆小子 扣好後 扣好後 再繞南無垢 南無垢 繞好後 上面這個 這是水泥磚 還把它挖起來 好像很好看 其實我跟你說 筋 都把斷根 把它割掉 都割掉 其實在我看來 因為我 我問公所的客員 我說 你這 這槍 還不動 這應該是 要把它掃除掉 比較安全 他說不行 現在有素膽 有什麼 什麼 保護樹木團體 說槍 不行 按照你的觀點 這槍 我老高兵 你這裡有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 我這槍 我不要把它拔拔拔拔拔 接下來要困擀 南無垢 你認為 這樣做法會比較用嗎 我是認為這樣比較好 比較不刺激 比較不刺激 你認為要怎麼做 把水浩拔掉 我認為 像宜蘭這樣 就是說 那種地方 像我如果要生種的時候 要有空間 最好我們那種地方 就跟路間的地方 最好是我們AC不要空 讓它素能夠膚 不是啦 要均他還要著地延長 因為我們家的花多高 他均就差不多多長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講最根本性的問題 新新路廣新路路的跨度 有適合建這些的家嗎 我是認為 家裡要建這些的家 家裡要加的那種 車道整個宿舍 才有法度 有法度嗎 我是因為無情的交通來說 是不怎麼可能的 什麼意思 無情的可能是建這些的家裡 無情的可能 還是說什麼 我剛剛認為是說 你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以那種的路看 有誰要建這些家裡嗎 其實你如果說這些家裡 就說恰好發生的機會會比較大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說我認為那些家裡 第一個 我想會的方式就是說 家裡太長的時候 你要移植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家裡有獨立 你移植的生存率就會比較低 這款手 是 說真的 很討厭 是 怎麼移植 怎麼移植 要移植一張手 頭比較大 是 移植一張要幾萬塊 是 這樣不需要 你們自己想看看 是 現在有什麼 所以我們做這樣 是不是 因為之前有人 擠到手 不知道 人擠到手 擠到人 我不知道 叫人翁星 還是說 哇 政府沒有作為 那個 法 法務局長 我請教你 之前 像我倒下去 讓人翁星 不知道是 英國關係不清楚 因為不想 不清楚 好 那我們做了這個 作為之後 這樣看 我是 要倒下去 你不去動它 倒掉 好像責任還可以 稍微撇一下 你這樣 你去動它了 如果 速倒掉了 誰的問題 不好意思 如果是有公共設施 管理不當的 情況的話 那又具備 英國關係的話 那可能我們 會有國家賠償的責任 沒有錯 那 如果 按照 比較安全標準來看 公主 副局長 你現在的手 現主席在哪裡看 要老好 還是要 把它扛到正好 我說手 我也是生命 對 我是說 我們如果好 反正像是我們好 第一 車 人 我們如何做一個保護測試 第二 我認為說 我們平常是要去檢查 看有困不困 冰包有困不困 這要有嗎 手上有 有也是 另外這方式 我們觀察它的筋 有困起來 沒有 我們 觀察它的筋 是把它背開來看 沒有啦 不用啦 它這個做法 你認為要設斗 還是不設斗 我是認為這樣做 是 你有把它的筋斷掉 這個好像回頭 好像孫悟空 警服做的那個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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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你認為它恰當嗎 我認為有剛才講過 比較不恰當 比較不恰當 是是是 你花了公帑 做不恰當的事 又讓公務員跟百姓 有更高的風險 那你認為做這個 是OK的嗎 這部分 你說沒關係 因為這不是法包的 你說沒關係 這公所法包的 我覺得我本身 可能針對這個做的意義 說專業 好了 我認為說 要看它的市場 需要想 看本事要怎麼樣 我告訴你 其實那天我沒有 一日時間 那天既然跟著做呢 其實是無效的 其實你又要怎麼咬 不咬沒 dulu 如果咬 風彩來搭的時候 大事 這已經抓到一彎了 對不對 所以這要 보� travel 所以 公務員做事情的時候 要先想清楚一下 這裡無海報 好 請 請這個在選 那個 好局長 既然你站著就不要做了 我請問你 什麼叫和解 和解的話就是雙方各退一步尋求共識 什麼叫調解 調解基本上他也是帶有和解的精神在 也是一樣就是說 我們透過我們各鄉正式的一個調解委員會 來為雙方當事人居中協調 那如果有各退一步達成共識的機會的話 我們就會做調解筆錄 那調解的這個文書的話 送法院之後會跟確定的政策辦決有相同的效力 我才問第二題你就答到第三題 你脫稿演出我不知道怎麼問 那名義代表可不可以調解 名義代表應該是做的是一個和解或是調解的協助 因為就是說名義代表在這個 我們整個權力分立裡面 他是屬於立法的一環 所以按照鄉正式調解條例的規定的話 名義代表是不能來兼任我們調解委員的 但是如果說在調解的過程當中 我們副局長可不可以調解 我們副局長可不可以調解 應該是說他們可以 當然聚中協調我們都很歡迎 要條解只要相同想要條解 任何人 只要我講的通 相同的信任都可以條解 這是我們條解出來的問題 有可能犯罰 為什麼 有可能人又去告 但是條解會條解出來 你如果上去法院備查 什麼叫備查 核定 試同 如果試同那個勝訴判決有相同的效率 你將來是可以直接申請強制執行的 對不對 所以目的就在這裡嘛 人好人都可以調解 我請教你 調解 公所的調解會 因為那天有處理一間 人家是在國道發生車後 結果在糧潭 相同民都覺得前方不好 他們是說我整期 我早早來佩地公所來調解 結果去公所問說 我就說好我要來調解 可以嗎 他說不行 這間要有國道警察局送來 再打錢再打路回來 結果他不對 他再打電腦去處理警員 他說不用啦 你直接去調解會神聖鵝 來來回回跑了兩趟 我拜託說 那個副長說 倒閉調解 叫副長說 程序不好 不合程序 我請問一下 雙方都說好了 還有什麼不合程序 那個管轄權 調解的管轄的話 我們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屬地管轄 一種是合議管轄 那剛剛益座所講的 也是一個合議管轄的一個案例 那公所可以用這種 所謂的程序的問題來打人家嗎 應該是說 呃 除了管轄的問題之外 還有申請調解的方式 那方式我們也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書面申請 然後另外一個是延遲申請 但是即便是延遲申請的話 我們也是要透過調解秘書協助 分隔之後 任何措施都要更辯明 兩兆雙方都講好了 就要去我們調解會議去談了 就安排會有困難嗎 有這麼困難嗎 一座安排上應該很困難啦 那最主要就是說 陳如剛剛跟一座報告 因為調解送法院核定之後 他是有相當於勝訴判決的一個效力 所以就是說 在調解的部分 即便是延遲申請的話 我請教你 我們調解委員出席費 跟其他幾度比 怎麼比 我們調解委員的出席費 目前大概是其他幾度裡面最高的 我們 來啦 我跟你講啦 台北 台中 台南 一千塊 是 新北 七百 高雄 三百科 幾拿去 因為開買完了 五百 土耕七 兩千 以兩千來算 我來算 以出席費來算 我們所謂的調解的成本 以規矩給我的資料 調解的建數 成立 只是建數 不是成立喔 建數 除以這個出席費 其他人你看一看 其他什麼 什麼BC啦 公務人員 什麼水電 不要算 跟出席費算來 土耕 最算 三千六百九七塊 一間的成本 最貴 土耕 六千三百五十二塊 一間 貴鬆鬆 我們既然有這麼好的 一個調解委員 有這麼好的一個福利 為什麼不能有更好的措施來 滿足我們百姓的需求呢 可不可以 可以我們在這個行政監督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來跟各調解委員會做溝通 那我再請問一下 副局長可不可以調解 應該是說 當然像剛剛議座所講的是 我們歡迎大家來促成調解 但是如果要正式的透過調解委員會做成調解 比如送法院核定的話 基本上還是必須就是我們所聘任的調解委員 但是當然在調解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是很歡迎大家來居住 因為今天本來請那個巴德區長來了 因為今天一場大雨 救災比任何事情更重要 同意 那請他來只是手段 請他來知道說 更要更便民好不好 謝謝 請坐 謝謝 我想我們第一屆第三次定期大會也接近尾聲 本席在所有的局處都有發表一些建議 但是有些局處還是沒有回覆意見 或者打虛實 這個什麼 實問虛達 議長 要不要定奪一下 請各局處是不是應該要把我們提的案子 意義來詳實回答給我們議員 好 會後我們會請議事組 在最終 那我們如果局勢沒有回覆的 我們會請他回覆我們李光大利 我在苦等一些局處的一些公文 到目前還沒有 我們工作報告已經結束一段時間了 再請議長定奪 拜託各位局處 那哪氣局勢 你再請李光大利議員再跟我們反應 謝謝 那我們今天登記的議員 進行完畢 那我們散會 謝謝 請您 多謝 謝謝 我們今天就完成了 整個禮不夠 謝謝 謝謝 謝謝